第七百八十八章,又欲古术。对面那十几个人,那身既熟悉又统一的装扮,让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是组织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埋伏我们的会是组织的人?除非左腾家族跟组织有联系,难道是八旗大蛇猿龙跟组织还有联系?此时我没空思考太多,这十几个人显然是来杀我们的。而且,他们没有带武器,他们是高手。 怎么办?我没带棍子。而且我已经没有一战之力了。宋飞头一回认怂,要不我们跑吧。我一边退,一边拉着苏梅,没好气到。扔下你我们倒是有几率能跑,否则你觉得跑得掉吗?其实我还得扔下苏梅,说不定能跑出去,但我怎么可能把他们两个给扔了?那什么?那咱就不跑了,你不是有阴眼吗?用阴眼秒他吗?宋飞提醒道,大哥,我最喜欢的。 最多秒几个人。而且,人家又不是傻子,会躲啊。正当我说完,那十几个人开口说话了。怎么?你跑什么?你不是跟我们放了狠话?说,只要看到我们,见一个杀一个吗?我咽了口唾沫,心里一阵发虚。 这种狠话我确实放过。我老过世的时候,我说组织的人,我见一个杀一个。大哥,我跟你们装逼的,不用这么认真吧?我认怂了。你们把我说的,话当个屁放了。今天你们给我领悟一个面子,将来我必永全相报。以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不说话就是同意了,再见。 说完,我拉着宋飞和苏梅,掉头就跑。这些人自然不会放我们离开,很快就追了上来。我也知道跑不掉,便一边跑一边酝酿我的阴眼。 开!眼瞅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猛地停下脚步回头,将阴眼的力量施展开来。这些人果然都是高手,瞬间就做出了反应。一半人从容躲开,好几个人当场被震飞,离我最近的倒霉蛋,直接被震死,蹊跷流血倒在地上。我立刻拔出刀子上去,与他们缠斗,将十八路散手,发挥到极致。若是以前碰上这些人,我肯定是被秒杀的份。 但现在不同了,我仅仅只是挨揍了。挨揍的同时,我也伤了几个人。但这些人反应极快,伸手也好得不行,战斗经验更是比我丰富。慌乱间,我贴了两道符在其中两个人的身上,那两个人也没有察觉。就在我被揍得鼻青脸肿,已经被打几眼的时候,我慌忙掐起手绝举到眼前。你妈的!老子跟你们拼了!赤裂!两团烈焰猛地从那两个人的身上升起来。 我的火系术法,虽算不上炉火纯青,但也千锤百炼,除非是原青道长他们这般厉害的人,否则根本难以扑灭。那两个人惨叫得都快赶上杀猪了。那种深入灵魂的痛,直接让他们失去理智冲向人群,很快又点燃一名队友。 十几个人,当场被我烧死三个,剩下的人再不敢轻易靠近我,就怕我把黄符贴在他们身上,又发动赤脸。 但他们也不是吃素的,一道熟悉的气息很快就逼近了我。只见一个黑衣人突然露出宽大的袖口,瞬间从里面飞出来数不清的飞蛾。 这飞蛾密密麻麻,看得我支起鸡皮疙瘩。为了不让这些飞蛾靠近,我立刻点燃打火机,顺势引出一条火龙将这些飞蛾燃烧殆尽。 可就在这群飞蛾被烧死的瞬间,我突然反应过来,这特么不是古术吗?我记得在港岛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组织的人,当时袁青道长也放火烧了飞蛾,然后就中蛊了。 呵呵,你真是不长激星啊。黑衣人冷笑起来,细血地背着手。 上次在港岛,我已经使用过一次古术了,这么久,也没想到破解之法。你还真是不长进啊。 他刚说完,那些被我烧死的飞蛾,很快化为黑灰,扑在我脸上。 我惨叫一声就跪了下去,整张脸仿佛有一万只虫子钻了进去。光是那种真实的触感,就已经让我恐惧了。 李莫! 宋飞和苏梅当即朝我跑来。 我连忙呵斥他们,别过来。 是古术! 会传染。 这只是最低级的古术,你就没辙了? 黑衣人哈哈大笑,鼻道, 所以,你是怎么好意思说要杀光我们的?就凭你这种废物? 是,我没有办法抵御你的古术。 但阴眼,嗯? 我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再次开启阴眼,没了古术。 你又是什么东西? 阴眼的力量,当即将古毒从我体内逼了出来,反弹到了其他人身上。 刚才还是我一个人痛苦,现在变成他们全员痛苦了,连施掌古术的那个人都中了自己的古毒。 一群人纷纷跪倒在地上。 什么? 尸骨的黑衣人被我反弹得措手不及。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头一回中自己施展出去的古毒。 不过听老宋说,会古术的人本身就自带古毒,所以古毒对他也不起作用。 古灵! 接! 他立刻掏出一个类似铃铛的东西,举手晃动起来,铃铛发出的响声,竟瞬间就解了其他人身上的古毒。 我从小学习古术,竟赢三十多年,我就不信我三十多年的苦练,还比不上你一个阴眼。 黑衣人显然有些不服气,我开挂。 更不相信阴眼有这么厉害,再次放出古毒。 这一次,他放的是蜘蛛,无数只蜘蛛从他袖口里面爬出来,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那丑陋的玩意。 哦! 宋飞看得当场就吐了。 我记得他说过,他什么都不怕,就怕这种恶心的东西。 我再次开启阴眼,将古毒又反弹到了其他人身上。 接下来,黑衣人不停地给我放蛊,我不停地反弹,他的队友不停递中蛊,他又不停地解读。 最后所有人都吐了。 黑衣人也连退好几步,急得直接掀开斗篷,满脑门都是汗水。 显然他也没想到我的阴眼这么能挡,居然把他的蛊术全给破解了。 来来来,你继续。 我一时占领上风,自然是有些得意,忍不住开始挑衅他。 宋飞悠悠的声音,却忽然从我身后传来,礼目,好玩吗? 还行,行你妹啊。 宋飞骂道,你忘了,你的阴眼有限制吗? 我顿时一震,猛然想到,我不能过度使用阴眼。 完了,我阴眼的能量,好像也到临界点了。 第七百八十九章,道外化身。 看到我慌乱的样子,那个古诗顿时冷笑起来。 继续,我看是我先倒下,还是你先倒下。 我咽了口唾沫,此刻心虚到了极点。 阴眼属于外部力量,耗尽了,我就没辙了。 但人家可是静音几十年的本事,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继续对我下鼓。 大哥,要不我们先休息休息。 休息? 等你死了以后,有的是时间休息。 他再次抬起袖口,从里面放出来一只蝙蝠。 看到这蝙蝠,我瞬间头皮发麻。 上次在港岛,我记得,这好像是他的大招,最后是我和老宋,还有象龙联手,不出九宫八卦阵才脱险。 我阴眼已经到极限了,根本无力在抵挡。 而且,我一个人怎么不出九宫八卦阵? 此刻那只蝙蝠突然开始自我复制,从一只变成两只,又从两只变成四只,不一会儿,已经有上百只蝙蝠在我头上盘旋。 正当我有些绝望时,苏梅忽然冲了过来。 李沫,你先走,我替你挡一会儿。 我有些无语,大姐,我就是来救你的呀。 再说,我跑得掉吗? 我也不可能扔下宋飞独自逃啊。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苏梅突然抓着我的手,韩晴默默地望着我。 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们都要死。 我一直注视着那些蝙蝠,心里十分焦躁。 我求你别说话了。 你对我很重要,你知不知道。 扬眼还在他身上,没有扬眼我迟早要被左腾龙翼和猿龙寻仇而死。 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都懒得来找他。 我,真的对你很重要吗? 苏梅再次开口。 是,很重要。 无比重要。 你给我站一边去。 我一把将它推开,伸手摸进兜里,夹着一道红符。 这道红符是行动之前原青道长给我的,说这是老宋亲手画的符,里面注入了很多灵力,让我在紧急关头再用。 现在就是紧急关头,我的鹰眼已经抵挡不了这个古师的古术,再不用红符,我就真的要中骨了。 火系术法显然应付不了头顶这些蝙蝠。 即便我把它们都烧了,我还是要中骨。 所以,金光咒! 三界内外,围到独尊。 体有金光,复印无身。 随着红符燃烧,一阵猛烈的金光从我体内升起,照亮方圆十数米。 这不是我能发出的金光,是红符的加持,是老宋的灵力在帮助我。 随着金光升起,古师摇铃的声音也不断传来。 头顶的蝙蝠已经全都化为了黑烟,不断朝我压来,全靠金光在抵挡。 可挡得了一时,挡不了许久。 红符虽然厉害,但需要很多灵力来施展。 我的灵力根本不足以抵挡太久。 最终,我还是败了。 黑烟压过了金光,尽数将我笼罩在其中,全都钻进我体内。 啊! 一声惨叫后,我再次跪了下去。 这回任凭我挣扎,都无法再将古毒逼出体内。 我疼得满地打滚,全身都仿如被虫子啃噬一般。 不光是我的皮肤,乃至我的内脏,都传来难以忍受的疼痛。 李莫! 走! 我用尽最后力气,冲宋飞吼道。 宋飞在九死一生爆发出来的强悍,没准能逃出去。 要是逃不掉,那大概就得跟我一起死了。 走不了了。 宋飞阴沉着脸,果断握紧刀子,准备跟这些人拼命。 好在那个鼓师放完最后一次鼓,也因为历劫倒了下去。 我自然是祈祷宋飞能逃出升天。 剩下的那些人,此时也不再管我,全都朝着宋飞和苏梅围了过去。 就在他们要下手之际,一道震耳欲聋的口诀之声,竟从我体内传出。 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 这声音,我和宋飞瞬间就听了出来。 是老宋的声音?老宋在我体内? 口诀念完,原本已经消失殆尽的金光,竟再次从我体内升起。 这金光的浩瀚,瞬间照亮整个烂尾楼街道,比我用红服发出的金光都要强大几十倍不止。 这金光甚至直接将我的身体拖了起来,瞬间清除了我体内的骨毒。 此刻我双眼,甚至我的嘴巴和鼻孔,全都冒出了金光。 煞时间,所有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那骨师当场就恐惧了起来。 宋飞更是一脸不可思议,爸,干你娘,敢动我儿子,妈的,以后谁给我养老啊? 只见老宋的虚影从我体内走出来,骂骂咧咧地朝那些组织杀手冲了上去。 他所发的金光,犹如子弹一般精确,威力比炮弹还要霸道,被他金光击中的人,胸口无疑不是一个血洞,当场暴毙,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十几个人,一个接一个倒下,除了尖叫声,甚至没有惨叫声。 道,道,道外化身。 最后一个活口,也就是那个骨师,惊恐地望着老宋,而后拔腿便跑。 你给我死! 老宋猛地回身,抬手又是一道金光,直取骨师向上人头。 不消片刻,最后一个人也挂了,无头尸身,轰然倒地。 现场就剩我们三个,仿佛摩拜神明一样望着老宋。 在青云关的这些日子,老宋似乎越来越厉害了,手段也越来越玄乎了。 我估计,就算丁算天还在的话,恐怕都不是老宋的对手了。 爸,你怎么会附在李牧身上? 宋飞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你不会死了吧? 老宋记得抬手就想扇他。 但看到他受了伤,也没打下去。 你才死了? 我人还在青云关,这是化身,化身你懂不懂? 化身?化身是啥? 我和宋飞一脸茫然。 算了,跟你们两个屠狗也说不清楚,回头再说吧。 老宋瞥了我们一眼,骂完宋飞又开始骂我。 你有个屌用,阴眼放你身上,真是糟蹋了。 你说,你咋回会都这样啊? 我要是哪天死了,没几天就得在下面见到你们。 我不敢反驳,连连点头。 是是,我废物,我以后努力。 回见。 老宋骂完,原地就消失了。 我和宋飞愣了半天没缓过来,差点以为刚才是幻觉。 这道外化身,很厉害吗? 那当然了。 苏梅有些激动起来,似乎知道道外化身是什么。 那是天师之上,拥有真人水准的道士,才能施展出来的神迹。 在道教古籍里面,唯一施展过道外化身的人,只有张道灵祖师爷。 第七百九十章 真正的目的 听到苏梅的解释,我和宋飞当场猛逼。 我爸,跟张天师一样厉害。 他顿时兴奋起来。 不知道。 苏梅摇摇头。 我小时候在道宗待过,听道宗的老天师,讲过道教里的一些故事。 道外化身,确实只有张天师才会,连道宗祖先都不会。 据说张天师把全身修出了三分之二的道骨,才开启了化身。 宋老也许没有张天师那么厉害。 不过普天之下,应该也只有道斜的两巨头,才是他的对手吧。 我彻底震惊了。 整个人都撕巴达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老宋吗? 他该不会是张天师的转世吧。 卧槽! 这老头儿,怎么能这么厉害呢? 以后我还能直视他吗? 我估计得仰视他了吧。 而且他道骨,不就是肋骨那根骨头吗? 我记得在港岛的时候,他道骨还是那根骨头。 这才时隔多久,他道骨居然已经修出来这么多了。 难道他隐瞒了自己的道骨,连原青道长都不知道。 这老头儿,真是太鸡贼了。 我刚才用的那张红符,应该被老宋动过什么手脚。 他应该就是依靠那张红符制造出道外化身的。 他肯定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出事。 知道我用红符的时候,就是命轩一线的时候, 所以才让原青道长给我那张红符。 只要我用出红符,他的化身就会出现。 这老头儿,太特么可怕了。 我记得第一次给我这种感觉的人, 还是张灵霄,连丁蒜天都没给过我这种感觉。 此地已经不宜久留了。 我怕再出什么意外,便带着宋飞和苏梅先离开了这里, 去跟向王他们会合。 今晚的营救行动很顺利。 我们把最近几个月失踪的人,连带周边城市的人, 全都解救了出来。 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计划的有多周全。 而是佐藤家族的人,故意让我们来救的。 他们费尽心力,绑走这么多人,又故意引我们来救。 不惜破坏掉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产业链。 他们的这种声东击西,想掩盖的真正意图, 让我切切实实感到了深深的胆寒。 当他们自愿牺牲这些东西的时候, 只能说明他们想要窃取的东西, 是难以用利益来衡量的。 那到底是什么? 现场浓重的血腥味,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 只见遍地都是尸体。 三家工厂的人贩子,当真被砍死不守, 但没有死绝。 人贩子应该是死了三分之二吧? 还剩了三分之一的人,被冯经理他们压了出来。 在外面跪成一排,又是一顿社会式毒打。 这世上只有一种罪恶, 连罪犯都要唾弃, 那就是人贩子所犯的恶行。 此时, 原青道长他们也从另一间工厂走了出来。 我看到青云关的人全都拎着砍刀, 连几位道长都扛着刀, 仿佛领着一群小弟刚砍完人似的。 一看到我们, 几位道长连忙扔了刀, 冲身后弟子吼道, 还拎着干啥? 这样成何体统? 修道之人不要这么重杀气。 原青道长静止, 朝走过来, 开口便问我, 你知道滇州在我国玄学领域里面, 是什么地方吗? 我不明所以, 也不知道原青道长为何发问, 便直接摇头。 我国有二十四条龙脉, 其中有三条主龙脉, 分别是中龙北龙和南龙, 滇州就在南龙这条主龙脉上面。 原青道长语气名重起来, 蓝江市在北龙的主龙脉上面, 我国的国运, 跟二十条龙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瞪大眼睛, 忽然间就明白了什么。 国运, 龙脉, 声东击西, 他们要窃取的, 是我们的国运。 原来是这样,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原青道长连忙将我拉到一边, 叮嘱道, 这是绝不是小事, 国运被窃, 事关异国之安危, 你让宋飞和他的战友, 动用他们的人脉关系, 看看其他城市还有没有樱花国的人, 尤其要注意有没有佐藤家族的人。 一旦这几个地方也有佐藤家族的人, 那他们的目的估计就是窃取我们的国运。 这件事我要上报给道协, 看来这次是真要出大事了。 说完, 原青道长给我报了很多的地名, 他怕我记不住, 让我用手机记录下来。 这些地名全都在三条主龙脉上面, 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分别处在龙脉的龙脉, 龙头位置, 还有龙心的位置。 如果佐藤家族的人要窃取国运, 必然要在这些地方布阵, 为窃取国运做准备。 而且这几个地方, 也必然会发生很多失踪事件。 佐藤家族的声东击西, 就是要让警方和我们这种有心人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失踪事件上。 妈的, 这帮狼子野心的东西。 时隔这么多年, 上一笔血债, 还没跟他们清算, 竟然还敢卷土重来, 以另一种形式入侵我们。 我将原青道长的话牢记在心里, 准备先把宋飞和史大奎他们送去医院接受治疗, 再做接下来的打算。 周一鸣和张亚慧, 他们已经报警了, 警察很快也来了。 现场的情况必然会震动警方, 不管我们杀的是什么人。 我们今晚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 但有些事不一定要走常规。 叶英他们现场就联系了自己的人脉, 跟警方他们进行交涉。 由于死的人太多, 交涉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们才被放行离开。 受伤人员第一时间就被送去了市里的大医院, 受伤较轻的则在寿川县的医院接受治疗。 宋飞和史大奎伤得比较严重, 两个小时后才从手术室里面出来。 他们也算是手术室里的常客了, 以前没少走鬼门关, 所以麻药一过, 他们就生龙活活了起来。 由于事态紧急, 我也不等他们休养生息, 便将原青道长的猜测, 跟所有人都讲了一下。 果然, 我刚说完, 病房里就响起蓝武的叫骂声。 狗日的东西, 狗日的东西。 等他骂完, 宋飞和史大奎的表情也无比凝重起来, 直接就掏出手机挨个联系他们的战友。 等他们联系完, 再收到回信, 已经是几个小时过后了。 最后, 宋飞写了份名单, 名单上标注十几个地名。 而这些地名所在的城市, 全都出现过佐藤家族的人。 我掏出手机, 一一对比那些地名, 十几个地名, 全对应上了。 所有处在龙脉位置上的城市, 全都被佐藤家族光顾过。 第791章, 谁是内奸? 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定了。 佐藤家族的野心, 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危险十倍, 甚至是百倍。 我记得原青道长临走前, 跟我说过一件事。 这件事, 是未经证实过的。 相传民间有高人, 推算过樱花国的国运。 在不久的将来, 樱花国会因为两大灾难而灭亡。 一是地震引发的超大海啸, 二是火山喷发。 那座小岛将在十年之内不复存在。 这个说法未经证实过, 但已经传了一两年了。 至今在网上还能搜到很多相关言论。 按照原青道长的说法, 要推算国运需要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还需要去当地各个重要城市进行考察。 他没有去过樱花国, 所以无法验证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但如今佐藤家族的所为, 几乎是间接证实了这个说法。 我国二十四条龙脉, 每条龙脉上都曾有一个朝代辉煌过。 巧的是, 我们正好有二十四个朝代。 众所周知, 四大文明古国至今, 只有我们的文化传承了五千年还没断过。 到如今, 已是越来越昌盛, 这离不开二十四条龙脉的保佑。 二十四条龙脉, 和二十四个朝代相辅相成的国运, 是保证我们昌盛下去的基石。 一旦国运被窃, 后果无法估量。 我们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 经历跟其他三个谷国一样的命运。 而且我国的国运, 早在一百年前就曾被人觊觎过。 据原青道长所说, 当年有人在中龙的龙头上钉了十二颗龙钉, 才导致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现在他们又想窃取我们的国运, 估计就是为了化解樱花国未来十年的灾难。 虽然我觉得有点玄乎, 但这么看来, 他们不会做毫无意义的事。 没准国运的说法是真的。 连史大奎都察觉到不对劲了。 起身道, 连失踪三个月的人都还活着, 证明他们不敢把事情闹大, 怕影响了他们的最终目的。 只要失踪的人全都找到, 没有人会去深究是谁组织的这么大的人口失踪案。 因为真正实施绑架的是我们当地的人贩子。 等警察审问出来的时候, 佐藤家族的人早就窃取完了我们的国运, 然后逃之夭夭了。 向龙叹了口气, 还以为事情结束了。 如果真有窃取国运这种事, 那十几个地区不全都有人口失踪案发生。 警察肯定是把注意力放在失踪案上。 我们要是去跟警察说有人窃取国运, 人家肯定以为我们是2B。 所以, 佐藤家族窃取国运一事, 实际上根本没人去阻止, 只有我们圈子里的人才能参与进去。 但这件事, 恐怕整个圈子都还没人知道。 徐磊也接过话说道, 而且, 圈子几乎是民间圈子, 都是散门散户。 这样人心不齐的一个圈子, 有谁会把这件事当回事, 啥事都不干, 跑去阻止佐藤家族的人。 这事恐怕也只能交给倒鞋去处理。 说起倒鞋, 我又想到昨晚被人埋伏的事。 昨晚埋伏我和宋飞的, 不是佐藤家族派来的杀手, 而是组织里面的杀手。 佐藤家族和元龙, 两者之间必然有人跟组织有联系。 而且, 组织里面的人, 本就是没有民族荣誉感的, 他们甚至巴不得我们灭亡。 我担心的是, 倒鞋内部也早就被组织给渗透了。 所以, 倒鞋真会管这件事吗? 他们明面上肯定会管, 但被地理就说不定了。 组织安插在倒鞋的人, 难道不会从中作梗? 我刚刚已经跟元清道长沟通过了, 他会立马向倒鞋禀告这件事。 我望着众人说道, 希望倒鞋会好好处理这件事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没跟你们说过, 我们当中, 有内奸。 这话一出, 除了宋飞以外, 所有人都震惊地望着我。 但很快, 他们生气了。 啥意思? 你小子啥意思? 说我们当汉奸? 你这话太侮辱人了, 我跟你说。 我抬手打断他们的话, 将我和宋飞审问故城得出的讯息说了一遍。 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内奸, 左腾仓界是怎么得知, 我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的? 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内奸, 左腾仓界是怎么得知, 我们要来找苏梅的? 当然, 内奸不一定在我们当中, 今晚参与营救行动的人都有嫌疑, 绝对是有人向左腾仓界透露了我们的行动, 而且知道, 我们要找苏梅的人, 本就不多。 这个范围很小很小。 其实今晚参与行动的, 除了青云关的人很多以外, 其他的都是雷兆明召集起来的人, 苏梅他们公司的人, 根本没有参与过行动。 所以, 内奸只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人里面, 只有我们才知道行动的具体事件。 听完我的话, 病房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全都在打量对方。 我靠, 你们别看我呀。 兰武情绪有些激动, 我死都不会当内奸, 更别说汉奸, 谁再看我我就跟谁挤眼。 我忙到, 内奸不一定在这个屋子里, 我们只是嫌疑很大, 不代表其他人没有嫌疑, 比如冯经理也有嫌疑, 那些被雷兆明召集过来的小头目, 也有嫌疑。 还不等我说完, 宋飞突然皱起眉头。 等等, 你们不是说, 前些日子, 救了一个樱花国娘们吗? 会不会是? 这次又不等宋飞说完, 徐磊忙接过话, 不可能, 千美不是那种人, 他都差点被左腾龙义给捅死了, 是我们救的他。 我也解释到, 腾田千美就是个打酱油的, 要不是徐磊春心荡漾, 他现在可能都回国了。 等等, 出于谨慎, 我还是问了徐磊一下, 你没把我们要来寿川县救人的事告诉给他吧? 徐磊摇头, 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 没有, 我没有跟他说, 我接到向龙的电话我立马就回公司了, 这种事, 我不可能跟他说的, 没有。 我心说, 这特么奇怪了, 到底是谁这么下贱? 先不说这个人出卖我们, 是给樱花国的人当走狗, 单说我们这次的行动, 那可是去营救无数的失踪人员去救我们的同胞, 这畜生难道见到这么没人性了吗? 第792章, 杨修的徒弟, 宋飞和史大奎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我就给老宋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确定左腾家族想要窃取国运之后, 我又给老宋打了个电话, 老宋给我的建议是, 我既然已经找到了苏梅, 就立刻和苏梅联手, 先杀了左腾龙一和袁龙, 左腾龙一是左腾家族的大少爷, 无论是失踪案还是窃取国运, 他都脱不了干系, 所以他必须死, 他死了, 也会对左腾家族的其他人造成打击, 袁龙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左腾家族的底牌, 在窃取国运上, 他能帮左腾家族很大的忙, 所以袁龙也要死, 而且还要尽快死, 老宋说他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根据他对左腾家族的了解, 这个家族里面应该没人能操控鬼娃花子, 花子是控制型的士神, 而且死时年纪尚小,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听指令行事, 而且花子是被人炼成士神的, 这个人必然要比花子厉害不少, 在老宋的了解当中, 左腾家族里面没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他让我们要小心点, 也许来我们这儿的不只是左腾家族, 肯定还有其他的阴阳士家族, 没有露面, 左腾家族没准只是出来吸引火力的, 如果是这样, 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 他让我抓住左腾龙一之后, 先别急着杀, 先好好审问, 审问再杀, 原本我是不打算深入插手这件事, 我打算杀了左腾龙一和袁龙就不管了, 毕竟这件事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大的层面, 我觉得这种事应该让道协出来管, 我反正是没有宋飞和史大奎那种情怀,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毕竟也能力有限, 但老宋在这件事上, 很认真地告诉我, 天下新亡, 匹夫有责, 保护脚下这片土地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也是每个修道之人的义务, 我很惭愧, 对于老宋的话, 我也从来不会违逆, 而且他不光是我的长辈, 他也算是我师父了, 所以他的话, 我必须得听, 当天我就给宋飞和史大奎办理了出院, 领着所有人先回南江市, 在飞机上, 我突然想起, 那个叫杨修的人, 冯经理跟我说过, 他认识一个杨修, 是五郎八卦棍的传人, 这个杨修, 既然是传舞圈子的人, 想必宋飞也听说过, 我便向宋飞打听了一下, 我认识啊, 熟得不能再熟了, 宋飞满头绷带的那张脸, 转过来看着我, 你没事打听我师父干啥, 你, 你师父, 我震惊地喊了出来, 吓得前几排的乘客, 全都转过头来望着我, 我赶紧垂下头, 有点不敢相信, 五郎八卦棍的传人杨修, 是你师父, 你就是他唯一的徒弟, 宋飞点点头, 你到底打听我师父干啥, 他前两年就去世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只觉得太巧了, 原来宋飞平时所使的棍法, 就是五郎八卦棍的棍法, 可为什么杨修的徒弟, 会是他呢? 张灵霄把元龙的一头一尾, 制成了武器送给杨修, 那杨修会不会把这件武器, 传给了宋飞? 武器? 五郎八卦棍? 难道是那根棍子? 飞哥, 你那根随身携带的棍子, 是谁给你的? 我盲问, 当然, 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五郎八卦棍的棍法太猛, 有短棍的棍法, 也有长棍的棍法, 一般的材质, 要么不精打, 要么不方便长短之间的变化, 你还别说, 我师父传给我的这根棍子, 还挺好使, 就是中了点, 不过也习惯了, 听到宋飞的话, 我愈发激动了, 杨修是八卦棍的传人, 他的衬手武器肯定是棍子, 那张灵霄送给他的武器, 不可能送刀送剑吧? 你师父传你那根棍子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什么? 我又问, 宋飞若有所思道, 他问我, 晚上吃鸡还是吃鸭? 他给我顿点, 我吸了口气, 突然有点想扇他, 我是问,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重要的话, 意味深长的话? 意味深长? 宋飞又若有所思起来, 我记得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 这棍子是不是他师父, 也就是, 我师爷传下来的, 他说不是, 这是他一个好朋友送给他的, 而且这棍子很有说头, 一节为阴, 一节为阳, 一阴一阳之味道, 合起来, 就是阴阳相生, 阴阳相容。 我当时以为他又要跟我说教呢, 我就没听, 就记得这几句话。 说完, 宋飞追问我, 为什么要问他这些东西? 我一时陷入沉思, 仔细琢磨宋飞的师父, 给他说的这几句话, 一节为阴, 一节为阳。 难道是在暗示什么? 暗示的是阴眼和阳眼? 不对, 这根棍子, 毫无疑问, 就是张灵骁送给阳修的礼物, 也就是用元龙的一头一尾制成的。 宋飞一直拿这根棍子, 当随身武器使用,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这根棍子, 是用元龙的一头一尾做成的, 所以, 这根棍子肯定不是凡物。 阳修的那几句话, 暗示的应该是这根棍子。 其实那根棍子, 是张灵骁送给你师父的。 我忙把事情经过, 跟宋飞说了一遍。 宋飞听完, 倒吸一口凉气。 你说那玩意, 是那个蛇腰的一头一尾做成的? 不可能, 我都用这么多年了。 那棍子, 也就是比普通棍子好使一点。 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我说, 张灵骁不可能无缘无故跟我和向龙透露你师父。 那根棍子, 肯定有什么秘密。 这个秘密, 对你师父说的那几句话有关。 那根棍子很有研究价值。 你把它放哪儿了? 宋飞道, 放家里啊。 我去卧底, 总不能把棍子也戴上, 万一丢失了。 那可是我师父的遗物。 我就放我床上, 我还用被子给他盖上了。 嘿嘿, 这真是意外收获了。 想不到宋飞就是杨修的徒弟。 宋飞所使的那根棍子, 也就是元龙的一头一尾。 到了兰江市集场后, 我们直接打车回到公寓, 准备研究一下宋飞的那根棍子。 可回到家之后, 宋飞整个人都快炸了。 他的那根棍子, 原本应该安静地躺在他床上, 可此刻床上, 哪还有什么棍子? 我的棍子? 我的棍子呢? 谁把我的棍子拿了? 第七百九十三章, 家中失窃。 我们一群人, 在宋飞屋子里东翻西找, 甚至把冰箱都打开看了, 可依旧不见宋飞的那件随身武器。 而宋飞, 更是像女友失踪了一样, 整个人显得无比焦急, 和失魂落魄。 找遍了, 还是没找到。 你确定把棍子放床上了吗? 我们就差把他床给拆了。 我确定, 我确定, 宋飞急得跳脚, 那不只是我师父的遗物, 也不只是一件武器, 那是战友, 是战友, 我不可能把他乱放的。 看得出来, 宋飞对那根棍子是有感情的, 就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 难道是被人偷了? 蓝巫反应过来, 脸色骤变, 家里不会是遭贼了吧? 那我们的房间呢? 我们全都脸色一变, 连忙冲进各自的房间, 看有没有东西被偷。 我更是慌乱, 直接冲进卧室, 钻进床底下。 看到空空如也的床底, 我整个人都梦了。 我的玉佩? 我藏在床底下的那块玉佩, 不见了? 你干什么呀? 床上的沉雪 被我弄出的动静吵醒过来, 睡眼惺忪地下床趴地上看着我。 小雪, 我的玉佩呢? 我忙从床底爬出来, 指着床底下, 我一直藏在下面的玉佩, 你是不是替我收起来了? 沉雪一脸猛逼, 啥? 没有啊, 你藏得好好的, 我收起来干嘛。 听到沉雪的话, 我顿时摊坐在地上。 完了, 玉佩真不见了, 是被人偷走的。 这个人偷走了我的玉佩, 还偷走了宋飞的棍子, 到底是谁偷的? 我和沉雪忙, 查看家里其他的地方。 可除了我的玉佩以外, 其他东西全都没有实钱。 虽然这里是公寓, 是公司帮我们租的, 但那些家电都是牌子货, 即便是卖二手, 都能卖不少钱, 这个贼不偷值钱的东西, 偷我玉佩, 还偷一根看似普通的棍子。 这贼的喜好, 还真他妈特别啊。 而且, 除了我和宋飞的东西被偷了以外, 其他人的东西, 全都没被偷。 这里面还有个细节, 其他人的东西, 虽然没被偷, 但家里的东西, 都被人翻过。 最后, 我们只得去找公寓管理员, 让他带我们, 去看走廊的监控。 监控倒是看完了, 可诡异的是, 从头到尾, 都没人进过我和宋飞的房间, 除了沉雪以外。 沉雪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沉睡, 偶尔也出去逛逛, 吃个饭。 所以如果光看监控, 这个贼毫无疑问是沉雪了, 但我们都知道, 不可能是沉雪。 而且, 沉雪只是进过我房间, 因为他就住我房间, 但他压根没进过宋飞的房间。 而且, 他也没有宋飞房间的钥匙。 难道家里闹鬼了? 宋飞脸色发白, 让鬼给偷了。 闹个毛的鬼? 我没好气到, 闹元龙了? 我们家里都贴了符, 鬼魂是不可能入侵的。 显而易见, 东西肯定是被元龙给偷了, 只有他才会偷自己的一头一尾。 可他是怎么知道宋飞的棍子, 就是他的一头一尾给做的? 即便是我, 也是在飞机上的时候, 才知道宋飞是杨修的徒弟。 那根棍子, 就是张灵霄送给杨修的礼物。 难道在某个范围之内, 元龙能感应到他的一头一尾? 可他偷棍子也就算了, 他为什么还要偷走我的玉佩? 草, 这王八糕子, 敢偷老子的战友? 宋飞气得就要去找元龙算账, 老子去砍死他。 项龙悠悠地说, 那是八旗大蛇, 是蛇妖。 宋飞二话没说, 又坐了回来, 垂头丧气, 东西必须得拿回来。 我阴沉着脸道, 我现在就带苏梅上青云棺, 研究开启养眼的方法, 然后去找左腾龙衣和元龙算账。 那是我唯一的一块玉佩, 事关将来玉佩被找齐后, 我的命运如何?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玉佩没了, 我会想其他办法。 但宋飞的棍子就那一根, 那根棍子, 对他意义非凡, 更别说棍子本身, 可能还藏有其他的秘密。 好在苏梅已经被冯经理带回蓝江市了, 他也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他。 自从他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他之后, 他对我的态度又冷漠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他都必须要跟我合作, 毕竟他也是玉余集团的一份子。 如今只要是玉余集团的人, 都得听雷赵明差遣。 听说我要去找苏梅, 陈学也要跟着一起去, 只要我跟苏梅同况出境, 他就得一直监视着我。 最后, 大家索性一起回了趟青云关, 只有徐蕾没去。 今天是他和藤田千美的最后一天, 今天过后, 桃花树会再次失效, 我也肯定不会再帮他了。 到了青云关之后, 原青道长和其他几位道长, 又领着我们从青云关出来, 朝着山顶上而去。 在所有的典籍里面, 对鹰眼有很多比较详细的记载, 比如张道林祖师爷就有鹰眼, 但对于羊眼的记载, 少之又少。 上山的路上, 原青道长跟我们讲道, 我翻遍了我们青云关所有的古籍, 只查阅到有关羊眼的一条记录, 可记录也显示, 羊眼可能根本是不存在的, 因为从古至今, 没有一只羊眼出现过, 所以先辈们可能也认为, 这世上根本没有羊眼。 但在一些野史上有流传, 说三清祖师爷里的玉青原始天尊, 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鹰眼和羊眼的人。 可原始天尊在道教里面是神仙人物, 所以这个流传是否真实, 也无从考证。 我没想到, 历史上对于羊眼的记载会这么少, 甚至都可能不存在。 但我很清楚, 羊眼是存在的。 而且, 玉青原始天尊就是东方无道, 东方无道同时拥有鹰眼和羊眼, 这是可以肯定的。 换个角度来想, 鹰阳不可能只存在其一, 有鹰就必然有阳, 这是宇宙万物产生千变万化的基础理论, 所以, 羊眼是肯定存在的。 但有关于羊眼的记载, 为什么会这么少? 我猜测, 可能是羊眼比鹰眼还要强大, 天道不允许这种开挂的东西存在。 苏姑娘, 你知道, 你自己有羊眼吗? 快到山顶上的时候, 原青道长突然问苏梅。 苏梅愣了一下, 当即摇头, 不知道,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有羊眼, 如果有的话, 我应该很厉害才对, 所以我怀疑,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第794章, 惊献羊眼。 我实在想不通, 你们是怎么认定我有羊眼的? 苏梅显得很茫然, 其实我刚跟她说她有羊眼的时候, 她也是一脸不幸, 此刻所有人都望着我, 等我给苏梅解释。 但我实在是不好解释, 毕竟有关张灵霄的任何事情, 我都不能随便透露出去, 除非是自己人。 我, 掐指一算, 算出来的。 哟, 你什么时候学的算命, 还能编得在假点吗? 苏梅挟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起来, 某些人啊, 明明有女朋友了, 还找借口勾搭别人, 浪费我时间。 我靠! 我找借口勾搭她。 某些人真是自作多情啊。 不等我开口, 陈雪也阴阳怪气起来, 明明是她老缠着别人的男朋友, 还倒打一耙, 可能是岁数大了, 没人要吧? 真可怜。 听到这话的苏梅, 瞬间就爆炸了。 你说, 谁岁数大没人要? 陈雪, 你再说一个试试。 哎呦, 破防了。 陈雪一脸得意, 对不起, 我就喜欢说实话。 草, 你个小贱人, 你个老女人老巫婆。 骂着骂着, 两个女人竟然当我们面打起来了, 上手就开始抓头发。 原青道长和其他几位道长 看得是目瞪口呆, 估计他们也是头一回看女人打架, 急忙劝道, 别打架, 不要打架。 还愣着干什么你们, 赶紧拉架呀。 我们慌忙将两个女人拉开。 我自然是将陈雪护在身后, 有些无语, 苏经理, 我跟你保证, 杨眼就在你身上。 你别管我是怎么认定的, 总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梅愤恨无比地瞪了我一眼, 要不是雷兆明的命令, 她可能转身就要下山了。 要是我没有杨眼, 你就给我去死。 她骂了我一句, 扭头就一个人跑向山顶。 我也很无奈, 毕竟我曾经骗过她,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 我不想跟她闹家。 可她和陈雪之间, 我肯定站陈雪这一边啊。 唉, 什么时候要是有两个女人为我打架, 我特么做梦都得笑醒。 宋飞感慨了一句, 她说完, 陈雪就回头瞪了她一眼。 很快, 到了山顶上面。 我有些不解, 问原青道长, 为什么要带我们来山顶? 就是因为有关杨眼的记载少之又少, 我们根本不知道杨眼有多厉害, 到空旷人少的地方, 保险一点吧。 原青道长说完, 只留下几位道长, 还有我和苏梅, 其他人则全被她赶到了山顶下面点的位置。 她是怕杨眼开启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异变, 所以才带我们来山顶。 其实我也觉得杨眼应该很厉害, 毕竟连阴眼都是一只厉鬼所化。 而那只厉鬼, 还拥有媲美严妄的阴气, 所以杨眼肯定也不简单。 说不定待会儿还得风云变幻, 保不齐还得地动山摇啊。 清场之后, 原青道长对我说道, 如果这两只眼睛出自同一个人, 那他们之间肯定会有某种联系, 你直接开启阴眼。 如果杨眼真的在苏姑娘体内, 应该会有所感应。 我点点头, 走向苏梅。 苏梅双手抱在胸前, 看我的眼神都带着一种不爽。 那个, 苏经理, 赶紧的。 在苏梅的呵斥声中, 我直接开启阴眼, 左眼瞬间便冒出幽绿色的光芒, 扫向苏梅。 虽然我继承阴眼的时间还并不算久, 但我对阴眼的掌控却是无比熟练, 就好像我生来就会掌控阴眼。 此刻苏梅在我眼里, 已经无所遁形了。 我记得, 他会用俘虏操控鬼魂附身。 而他操控的鬼魂, 实则是他养的小鬼。 而常年, 跟鬼魂接触的人, 身上肯定沾有很多阴气。 他身上汇聚不散的那团阴气, 已经被我窥探了出来。 我甚至能看到, 那团阴气的实形。 很快, 我又察觉到了更加异常的情况, 在苏梅体内, 有一股藏得很深的能量, 之所以说是很深, 因为当初连组织的首领都没能探查到这股能量。 如果不是阴眼, 恐怕没人能感知到这股能量, 包括苏梅自己。 而此刻在阴眼的刺激下, 那股能量正快速朝他大脑的位置转移。 就在这时, 苏梅的右眼产生了一变, 在他的右眼瞳孔里, 忽然出现了一个金色的点, 那个点很小, 但很快就开始扩散, 占据了他整个右眼瞳孔。 你到底好了没? 此时的苏梅, 还没察觉到自己瞳孔的一变, 已经对我有些不耐烦了。 但除了他以外, 我和几位道长都已经看到了。 杨眼, 真的是杨眼, 杨眼真的在他体内。 几位道长震惊不已, 但更多的是兴奋。 苏梅体内的这只杨眼, 应该是世间唯一的一只杨眼, 普天之下, 从古至今, 我们成了为数不多的见证者。 什么? 苏梅看到几位道长的反应, 顿时也惊愕了起来。 但他话还没说完, 郊躯便猛的一颤, 两只眼睛直直对视着我。 一道金色光芒, 瞬间就压过了我阴眼发出的光芒, 从而投射进我的右眼里面。 我也瞬间将在原地, 并非是被杨眼所控制。 而是我不敢相信, 苏梅的杨眼, 竟然在补充我, 近乎耗尽的阴眼能量。 原青道长, 我急忙喊道, 杨眼, 杨眼好像在补充阴眼的能量。 听到我的话, 其他几位道长, 全都有些愕然起来。 怎么会呢? 阴眼是致阴, 阳眼是致阳, 这是两种不同的能量啊。 怎么可能相互补充呢? 几位道长瞠目结舌, 似乎也不明白, 阳眼为什么能够补充阴眼的能量。 因为物极必反。 原青道长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就好像正五是阳气最重的时候, 如果产生了物极必反, 此时阴气便要开始滋生, 这一次阴气敢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出现, 那必然是极阴。 这就是阴阳相生的表现, 是最简单, 也是最基础的理论, 同时也是世间万物运行的法则, 是道的根本。 这两只眼睛又诞生于同一个人的身上, 不可能出现相克的情况, 所以只能是相生。 也许眼睛的主人, 就是因为两只眼睛可以互相补充能量, 无限地补充能量, 所以它无比厉害, 极其厉害。 第795章 阴阳相生 一阴一阳之味道 这句话很简单,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这句话也很复杂, 因为它可以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 更能阐述到的变化。 原青道长的解释通俗易懂, 让我恍然大悟。 东方无道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因为他的眼睛就是一阴一阳, 他的眼睛就包含了千变万话。 我在想, 这双眼睛在他身上, 应该就跟原青道长所猜的那般, 可以不断地阴阳相生, 也就是阴眼可以不断补充阳眼的能量, 而阳眼也能不断补充阴眼的能量。 两种力量用之不竭, 这才是阴眼和阳眼最恐怖的地方。 但这两种力量估计也有什么限制? 第一个限制就是阳眼的限制。 阳眼和阴眼必须要出现在同一个宿主身上, 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而且, 阳眼和阴眼要同时出现在东方无道的身上, 才能出现两只眼睛不断相生和化生的过程。 否则的话, 为什么张灵霄没有将这两只眼睛发挥到极致? 他如果能将两只眼睛发挥到极致, 他的妻子霍灵以及唐锥夫妇, 可能就根本不会被人害死。 所以, 通过这一点就能够得出结论, 阴眼和阳眼的发挥, 还要依靠宿主本身的强大。 只有宿主越强大, 才能将阴眼和阳眼共存之后的最大力量完全施展出来。 所以, 即便张灵霄就是东方无道, 可他同时也是被削弱了十几次的东方无道, 这才导致两只眼睛在他身上并没有完全完全展现出应有的恐怖。 此刻, 我的阴眼镜已经恢复完了, 原本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到最充沛的状态, 但现在却只过去了几分钟。 当阴眼恢复完的刹那, 一道猛烈的绿光又投射进了苏眉的眼睛里。 原本平静的山顶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刚风, 煞时间飞沙走时, 大树摇摆, 连几位道长都被这阵刚风刮得稳不住身形。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一劫, 正无神通。 原青道长他们匆忙施展金光咒, 想避开刚风对他们的影响。 可瞬间, 他们傻眼了。 我的灵力呢? 怎么会这样? 原青道长抬头望着我和苏眉, 似乎明白了什么。 你们先等等, 千万要等等。 说完, 他赶紧招呼原修道长, 他们跑路。 拔腿就跑。 其实我已经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跑了。 阴眼的力量, 仿佛被放大了十倍, 甚至不止十倍。 此刻正在我左眼里面不断压缩, 就好像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 就在原青道长, 他们快跑出山顶的一刹那,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以我和苏眉为原心, 猛地扩散了出去。 只听原青道长熬的一声, 他们几个全都被这股突然爆发的力量给崩飞了。 整个山顶仿佛同时引爆了十几颗炸弹, 连山顶的大树都被震断好几颗, 以我和苏眉为原心, 方圆基米的位置, 直接被震穿了一个半圆形的深坑出来。 我俩双双摊坐在地, 连站都有些站不稳, 皆是猛逼地望着对方。 倒不是刚才那阵动静让我们历劫了? 奇怪的是, 刚才那么大的动静, 我鹰眼的能量还是充沛的状态, 想必苏眉也是。 我们之所以猛逼, 是因为鹰眼和羊眼相遇的力量, 太特么恐怖了。 这动静要是多来几次, 原龙不得被我们从八头蛇打成一头蛇吗? 太猛了, 这也。 就在我和苏眉从坑里爬出来的时候, 原青道长他们, 以及宋飞他们, 全都跑了上来。 看到地面的深坑, 还有那些被折断的大树, 所有人都咽了口唾沫。 这次来青云关, 我们没见到老宋。 原青道长说, 老宋在闭关, 不方便见我们。 我和苏眉已经研究出了开启羊眼的方法, 便准备下山去, 计划再次刺杀左腾龙一, 同时要除掉原龙。 临下山前, 原青道长单独叫住了宋飞。 宋飞, 以后, 多回来看看你爸爸。 啊? 宋飞愣在原地, 一时有些茫然。 我爸怎么了? 原青道长, 没怎么? 老人家年纪大了, 当儿子的, 不该多回来看看。 宋飞点点头, 显然没当回事。 他和老宋见面确实很少, 不过, 这也是这两父子的相处模式。 我没有跟宋飞他们同行, 我让他们先走。 说我还有点事, 要问问原青道长。 等他们走远后, 我这才问出我内心的不安。 原青道长, 老宋是不是出神妖室了? 如果老宋没出什么事, 原青道长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提醒宋飞这个。 能出什么事? 我只是提醒宋飞一下, 我们虽是修道之人, 但也逃不过生死轮回, 老师毕竟年事已高, 岁数上来的人, 总是希望儿女多回家看看, 你不要想太多了。 原青道长, 还是这番说辞。 我一想, 老宋虽然年事已高, 但他这体格能打能投, 也不像是得了重疾的人。 他这体质说他能活一百岁, 我都不怀疑。 应该是我想多了吧? 是, 我们会多抽时间回来, 看望他老人家的。 我点点头, 正要走, 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 这件事, 我一直都想问老宋和宋飞, 但我没敢问。 原青道长, 老宋是不是还有个养女? 之前我姥姥过世的时候, 我记得老宋说过他还有个养女, 好像叫宋芷鱼。 但自从我认识老宋和宋飞以来, 我从来没听他们提起过这个宋芷鱼, 也从来没见过。 我猜测这个宋芷鱼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跟老宋和宋飞断绝了关系, 或者是这个宋芷鱼出了什么意外, 人没了,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 这种事都不太好八卦。 老师确实还有个养女, 叫宋芷鱼, 比宋飞小三岁。 原青道长叹了口气, 但芷鱼已经过世了, 是被人害死的。 我愣在原地, 心里莫名有些难受。 我一直以为老宋这么洒脱, 是因为看开了世间所有的爱恨情仇, 和悲欢离合。 可是在洒脱的人, 那也是人啊。 哪个做父亲的, 能释怀这种悲痛? 所以老宋, 也许并没有我们眼中的那么洒脱。 就好像宋飞,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逗逼, 曾经亲眼见证过未婚妻的支离破碎, 又亲手将支离破碎的爱人, 一点一点缝合完整。 我忍不住追问下去, 宋飞的妹妹, 是被谁害死的? 第796章, 朱星的折磨。 我觉得宋芷鱼的死, 可能是一出很大的悲剧。 否则老宋和宋飞, 不可能从不提及, 有关宋芷鱼的存在。 只有当伤痛痛到, 让一个成年人都难以承受, 才会选择从不提及。 因为一旦提及, 那种伤痛, 就会再次占据人的内心。 你知道宋飞的未婚妻, 是被谁害死的吧? 原青道长反问我。 我点点头, 很快便反应过来, 害死宋飞未婚妻的人, 就是害死宋芷鱼的人。 没错。 原青道长叹气道, 事情就发生在宋飞的未婚妻死后, 宋飞当时首任了一个仇人, 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会被部队开除。 他首任的那个人, 还有两个哥哥, 那其实是三兄弟。 亲弟弟死了, 当哥哥的, 又怎么会不报仇? 但他们不敢找宋飞报仇, 又找不到老师, 于是就找到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芷鱼。 芷鱼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她既不是修道之人, 也没有宋飞能打能杀的本事。 我见过那丫头, 长得很乖巧漂亮, 为人又聪明伶俐。 你说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落入一群禽兽手里,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我心中一颤, 瞬间就明白了宋芷鱼的遭遇。 她摇头道, 芷鱼失踪的半个月之后, 老师和宋飞收到了一份光盘, 里面完整记录了这个可怜丫头, 被人凌辱的过程, 以及她的死。 杀人诸心, 也不过如此了。 你说, 谁能接受自己的至亲? 说到这里, 连原青道长都无法再说下去了。 我更是后悔打听宋芷鱼的死, 因为我难以想象, 老宋和宋飞在宋芷鱼死后, 都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 难怪这对父子, 即便是在同一座城市, 也不经常见面。 也许当这父子俩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都会回忆起 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日子, 同时也会回忆起宋芷鱼的遭遇。 那是诸心的折磨。 我没有再问下去。 原青道长也默契地不再说下去。 他回了青云关, 我下了山。 刺杀左腾龙一, 如今迫在眉睫。 出于多方考虑, 我们必须尽快将刺杀行动付诸现实。 但刺杀行动的难度, 根本不在于左腾龙一, 而在于那个八旗大蛇猿龙。 我和苏梅虽然研究出了 开启养眼和使用养眼的方法, 但毕竟还不熟练。 而且去刺杀袁龙是命悬一线的危险行为, 搞不好我和苏梅死一个, 就再也没办法刺杀袁龙了。 袁龙不死, 宋飞的棍子可能就永远都拿不回来。 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谨慎, 我给青木打了个电话。 原本我是想直接给白玲打电话的, 但当初分别的时候, 白玲刚从道宗放出来, 连身份证都没有, 更别说电话卡和手机了。 电话接通后, 率先传来青木的问候声。 我跟他寒暄了一阵, 听得出来他和白玲的二人生活过得还不错。 寒暄完后, 我叫他把手机给白玲, 我有点事, 想要咨询一下。 行, 不过, 能不能帮我个忙? 电话里, 青木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我笑道, 你说就是了, 跟我还客气什么? 青木尴尬道,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倒是有些意外, 借钱没问题, 不过你为啥要借钱呢? 你以前可是道宗的大弟子, 你还缺钱吗? 青木叹了口气, 说他以前在道宗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导致他对钱没有概念, 也不知道挣钱有多辛苦, 所以他压根就没有存钱的习惯。 可现在他已经不是道宗的人了, 走的时候, 身上也没带多少钱, 现在钱用光了, 他得靠摆摊算命, 帮人驱鬼看风水, 才能养活他自己和白绫。 我心到, 这哥们还真够落魄的, 居然都沦落到摆摊算命了。 行, 没问题, 你要借多少钱? 十万。 什么? 我直接尖叫起来, 我烧给你吧, 你要不要? 前些日子, 陆子秋听说我没死成, 也找我借了两万。 这帮人现在借钱开口都上万了, 还全都找我借钱。 我承认我是有点钱, 但照这么借下去, 我怎么感觉, 我的钱全拿去养他们了? 唉, 我前些日子借了高利贷, 人家现在催我还钱, 不还钱要利滚利, 要砍死我了。 青木恳求道, 你放心, 等将来我发财了, 肯定加倍还给你。 主要是, 现在这消费也太离谱了, 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各种仪式感。 我除了清明节, 不用给白灵送礼物, 其他节日我都得送, 不然他说我不爱他。 就连珍稀动物保护日这种, 老子听都没听说过的节日, 都要送礼物, 说他是珍稀动物, 要过节? 我真的要疯了, 你救救我吧, 不然我真要被高利贷给砍死了。 我也无语了, 资本家真是害死人啊, 搞出这么多节日仪式感出来, 把千年蛇妖都给带坏了。 行行行, 我一会儿转给你, 你赶紧把手机给白灵。 嘿嘿嘿, 好嘞。 不一会儿, 我听到了白灵的声音。 他现在似乎过得很不错, 过得很开心。 又寒暄一阵, 我才进入主题, 跟他说了九头蛇圆龙的事。 白灵听完, 也震惊起来, 圆龙, 他算是我的前辈了, 跟我叔叔东方无道是同一辈的人, 而且跟我叔叔是同一个族群。 同一个族群? 我有些不解。 白灵解释道, 蛇族有很多个族群, 女娲族负责繁衍, 福西族负责传授本领。 我叔叔东方无道所在的那个族群, 是负责守护全族的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很特殊, 没有名字。 里面的族人, 都是从各个族群挑选出来的精兵汉将。 圆龙就是那个族群的人, 只是他的实力, 在那个族群属于垫底的存在。 他原本只是八头蛇, 后来是我叔叔帮助他修炼出了第九个脑袋, 还有第九条尾巴。 不然, 他早就被那个族群给踢回原族了。 这个内情倒是让我吃了一惊。 合着这圆龙原本就是八头蛇呀, 是东方无道帮助他修炼成了九头蛇。 那这可是莫大恩情了, 结果这小子居然还恩将仇报, 帮助联盟去杀东方无道的后几世。 看来这蛇族的人, 真是大多数都不要脸啊, 跟我们人类一样一样的。 我问白铃, 那圆龙有没有什么弱点? 第797章, 圆龙的弱点。 白铃说圆龙的弱点, 他以前倒是听东方无道提起过。 当时他还很奇怪, 因为东方无道是突然提起的, 上一秒还在跟他聊其他的事情, 下一秒就莫名其妙跟他说了圆龙的弱点。 原来当初东方无道帮助圆龙修炼出第9个脑袋的时候, 蛇族正在遭遇后代的反叛, 当时形势危急, 许多蛇族人都惨死在后代的屠刀下。 为了救急, 又为了提升所在族群的整体实力, 东方无道将自己的修为分出来了一部分, 利用这一部分的修为注入到圆龙的身体里, 以外部力量帮助圆龙修炼出了九头九尾。 当时的圆龙, 实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直接从垫底晋升到了拔尖的前列, 在平定叛乱的几场战役里, 更是获得无数族人的称赞, 有战神之称。 只是圆龙自己都不知道, 东方无道在分给圆龙的那一部分修为里, 偷偷动了手脚。 动了手脚啊? 我有些不理解。 那个时期还没发生蔑视大洪水, 也没有第二批人类。 东方无道, 还是你们蛇族的人。 他为什么要算计圆龙? 难不成东方无道在那个时期, 就已经知道圆龙有一天要来追杀他了? 这不可能吧? 他怎么可能会算到天道要发动蔑视洪水, 消灭蛇族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白灵说道, 我叔叔说, 圆龙的实力之所以很弱, 是因为他有八个脑袋, 法力全被平摊到了八个脑袋上。 虽然脑袋多, 但实力集中不起来, 只能维持八个脑袋的防御。 所以, 圆龙修炼出第九个脑袋之前, 只是比较抗揍。 我叔叔分给他的那一部分修为, 就是将八个脑袋的法力, 全都集中在第九个脑袋上。 所以, 圆龙在第九个脑袋长出来之后, 就难遇敌手了。 不过他, 虽然变得比以前厉害, 但之前那八个脑袋的防御, 也会大幅度降低, 连圆龙自己也不知道, 他之前那八个脑袋, 变成了他的弱点。 所以, 只要, 斩去他其中一个脑袋, 他的实力, 会直接被削弱一半, 同时也会进入虚弱状态。 在虚弱状态下, 谁都可以杀死他, 这就是他的致命弱点。 他的另一个弱点, 就是我叔叔可以操控分给他的那一部分法力, 轻易斩去他一个脑袋, 所以他无论变得有多厉害, 只要遇到我叔叔, 他第九个脑袋一定会消失。 我顿时有些激动起来, 因为圆龙的第九个脑袋, 已经被东方无道给斩了。 难怪他会被削弱这么多, 如果他没被削弱的话, 那天晚上, 我们几个恐怕全都已经死在他手上了。 白灵听到圆龙早已被削掉一个脑袋, 顿时也有些惊讶, 说, 那他现在的实力, 实际上只有从前的一半了。 他的致命弱点仍然在他剩下的脑袋上面, 只要砍掉他一个脑袋, 他实力会再减一半。 并且, 他会立刻进入虚弱状态。 那个时候, 你们只要利用阴阳相生的力量, 刺穿他的七寸, 就可以将他杀死。 挂了白灵的电话后, 我已经成竹在胸了。 阴阳相生的力量, 就是阴眼和阳眼的力量。 我们只要再干掉圆龙的一个脑袋, 就可以趁他虚弱的时候, 将他杀死。 至于什么时候行动, 已早不宜迟, 我准备今晚。 不过, 自从我和苏梅从青云关回来之后, 陈雪看我的眼神, 也和苏梅一样, 带着一种不爽。 我总感觉, 他下一秒就要杀我。 嗯, 很般配, 一个有阴眼, 一个有阳眼, 真是天生一对。 去吧, 去找你的好队友。 听着陈雪阴阳怪气的话, 我一阵头疼。 哎, 你怎么又来了? 我的阴眼以前是你的呀。 再说阳眼, 在谁身上, 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咱别来那一套了行不, 我跟你发誓, 我要是对苏梅有半点, 有一丁点的非分之想, 我让雷劈死。 陈雪斜了我一眼, 真的? 真的? 那你发个朋友圈, 说你这辈子只爱陈雪, 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 否则你就天打雷劈。 说完, 陈雪把我的手机扔给我, 好像我不发他, 下一秒就要杀我。 我服了。 关键我微信上面加了很多人, 不只有雷兆明和冯经理, 还有我以前的很多客户。 我发这么幼稚的东西出去,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是被逼着发的, 我以后还用做人吗? 呵呵, 不乐意就算了。 我给你们疼地方, 我回趟娘家。 说完, 她就跑去收拾东西,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最后, 我一看她手里捧着的东西, 四四方方的, 我顿时就傻眼了。 哎呦卧槽, 她居然要把我姥姥的遗像给带走。 你干啥呀? 你骚扰人老太太干啥? 发发发, 我马上发。 说完我连忙拿出手机, 打开朋友圈选了张我和陈雪的合照, 然后编辑了以下内容。 我这辈子只爱陈雪, 绝对不会爱上其他女人, 否则我让雷劈死。 发出去之后, 才几秒钟的时间, 竟然就有人给我点赞了。 我点开一看, 是雷兆明给我点的赞, 他不仅点了赞, 还评论了一下, 发了个数大拇指的表情, 说我是好男人。 很快, 冯经理也点赞了, 陆陆续续有十几个人给我点赞, 还有萧扬。 萧扬, 你几个意思, 这么快就把我们苏经理甩了? 看到萧扬的评论, 我头皮一麻, 正准备把这条评论给删了, 因为我微信里面, 还加了苏梅的好友, 可根本来不及删, 很快苏梅也给我点了赞, 他还评论了, 但他不是给我评论, 而是在我的评论区里, 回复了萧扬。 苏梅, 你麻痹。 滚。 我干脆不删了,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陈雪抱着我脑袋亲了一口, 嘿嘿笑道, 我去洗个澡睡一觉, 晚上一起行动。 他走后, 我愣在原地抽出一支烟点上, 泪流满面。 我估计, 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吧? 这辈子才摊上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女人。 当晚, 刺杀行动二次进行。 为了保证这一次的万无一失, 我们做了很多安排, 并且所有人都要去。 因为左腾龙衣的身边, 不只有猿龙在保护, 还有鬼娃花子。 可集合之后, 我发现, 徐磊又不在。 第七百九十八章, 预料不到的意外, 今晚的刺杀行动很重要, 无比重要。 但今晚又是徐磊和腾田千美的最后一晚。 我也不是不通情打理的人, 出于这个考虑, 我也就没通知徐磊了。 否则我要是通知了他, 打扰他的最后一晚。 今晚过后, 我估计, 他又要求我对腾田千美使用桃花树。 除了徐磊, 我原本也不打算让宋飞去, 他毕竟还带着伤, 去了也没用。 但宋飞执意要去, 说给我们望风, 其实他是想去找他的棍子。 我们出发的同时, 冯经理那边也做好了安排, 他召集了上千人, 堵住左腾龙一所有可以逃走的路线。 今晚肯定是左腾龙一的死期, 也是袁龙的死期。 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 一眼就看到别墅里面亮着灯, 他在家, 也省得我们到处找他了。 说完, 我, 陈雪, 苏梅, 兰武, 向龙, 我们五个静止朝着大门走去。 陈雪, 轰门, 袁龙应该已经感应到我们来了, 今晚这场死战在所难免, 也没必要偷偷摸摸的。 可就在陈雪抬手, 准备直接叫门轰开的时候, 大门竟然自己开了。 门开的瞬间, 我们连忙后撤好几步, 很快就看到了左腾龙一。 但我们迟迟没敢动手, 因为门内不止站着左腾龙一, 还站着一个中年男子, 以及杨大山他们。 我看到杨大山, 比看到袁龙还要惊讶。 他怎么会在这儿? 咦? 龙一先生, 你今晚还有客人吗? 站在左腾龙一旁边的, 那个中年人看着我们有些疑惑。 左腾龙一阴沉着脸, 瞪了我一眼, 对那中年人客气道, 刘先生, 他们不是我的客人, 但跟我有点私仇, 我估计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 中年人一听, 瞬间便皱起眉头。 我蓝江市的治安这么差吗? 还敢上门寻仇, 简直胆大妄为。 大山, 把这几个人给我抓了。 他刚说完, 蓝武一脸不爽地骂道, 卧槽你谁? 我脸色一变, 赶紧捂住蓝武的嘴, 把他拉了回来。 这个中年人满口关枪, 还能使唤杨大山, 显然身份不简单。 左腾龙一到底搞什么鬼? 居然请个大人物来震场子。 那个, 领导, 他们没动手啊, 我们不好抓人。 杨大山一脸为难, 卑躬屈膝地对那中年人说道, 这样吧, 我去警告一下这帮人, 保证他们以后不敢来找龙一先生的麻烦。 说完, 杨大山直接朝我们走来, 呵斥道, 想干什么你们? 打架进橘子知道吗? 走走走! 他一边呵斥, 一边推扫着我们, 将我们赶到远处, 又狠狠瞪着我。 你疯了是不是? 你还真敢来找左腾龙一的麻烦? 你知道他旁边站着的那人是谁吗? 那特么是我领导。 你们几个最好别给我找事。 我领导要是发飙, 雷赵明都保不养你们。 这话听在我们耳朵里, 显得如此刺耳。 我们要刺杀左腾龙一, 绝对不是解私分和个人恩怨。 左腾龙一和他的家族, 在我们的地盘上干坏事, 还要窃取我们的国运。 杨大山和他领导, 居然要维护左腾龙一。 是我们疯了, 还是你们疯了? 我怒道, 你知道左腾龙一是什么人吗? 他要做什么吗? 发生在寿川县的事,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你不是要证据吗? 那么多被解救出来的人, 就是证据。 杨大山吸了口气, 吴语道, 那是我已经知道了。 你说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证据? 我只知道, 被抓的那个故城, 只供出来一个叫左腾苍戒的人。 左腾苍戒现在已经被通缉了, 关左腾龙一什么事? 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愤青, 非要找人家麻烦。 我听说你们公司的那个徐蕾, 把人家女朋友都给拐走了, 现在左腾龙一很生气, 他都没找你们麻烦。 你们还敢自己找上门, 都疯了是不是? 都没事干了吗? 杨大山对我们一番教育, 话也说得很难听。 别说其他人快忍不住了, 我都想把他打一顿。 但我很清楚, 今晚的刺杀算是无疾而终了。 那个刘先生, 我估计是左腾龙一叫来的。 我们谁都敢得罪, 但偏偏不敢得罪刘先生这种人。 我们要是敢得罪这种人, 明天怎么入狱的都不知道。 有些事情, 就是这么无奈。 我吸了口气, 已经打算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可左腾龙一, 似乎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我们。 等等。 刘先生, 我前些日子遭遇了行刺, 差点丧命, 我怀疑是他们做的。 左腾龙一直接指向我们几个。 苏梅瞬间就变了脸色。 喂? 你别胡说啊, 我前些日子都失踪了。 你说的事, 跟我可没关系。 那个刘先生脸色骤变, 怒视着我们。 好啊, 还真敢行凶啊, 简直是无法无天。 杨大山, 把他们几个带回去, 好好给我审审。 杨大山顿失业梦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肺都要气炸了。 但凡这个刘先生有点证据, 抓就抓吧。 毕竟我们真的行刺过左腾龙一, 可他都还没证据, 就凭左腾龙一一句话, 就要抓我们。 妈的, 不是动不动就讲证据吗? 到了自己人身上, 证据都不用了。 卧槽, 这个狗娘养的刘先生, 凭什么? 你有证据吗? 相龙都怒不可遏起来, 就凭他一句话, 就要抓我们, 我不服。 我说了要抓你们。 那刘先生冷哼道, 我说的是, 带你们回去, 好好审审, 到底是不是你们行刺的龙一先生? 审审不就知道了。 杨大山, 还愣着干什么, 带走。 他刚说完, 杨大山便叹了口气, 无奈地掏出手铐。 我们全都咬牙切齿起来, 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四周的街道突然传来汽车轰鸣的声音。 一辆, 两辆, 三辆, 四辆, 轰鸣声一阵接着一阵, 一浪高过一浪。 听到这声音, 那刘先生和杨大山他们全都变了脸色。 李默, 你想干什么? 杨大山脸色狂变, 你想死吗? 我冷冷道,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很快, 附近的街道被好几十辆车站满, 为首的一辆兵力车走下来一个保镖, 赫然是石宽。 石宽来到副驾驶位, 恭敬地拉开车门。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只见雷兆明叼着雪茄, 缓缓从车上走了下来。 第799章, 左腾龙一的反常, 雷兆明的出现, 让那个刘先生都愣在了原地。 杨大师更是脸色大变, 有点心惊肉跳起来。 其实, 不管雷兆明在商界, 还是在其他领域里多有钱, 有多高的地位, 他都不敢得罪像刘先生这样的人。 毕竟胳膊再粗, 那也拧不过大腿。 可今晚, 雷兆明显然也是来者不善, 只见他走在前面, 身旁就是冯经理, 身后就是石宽。 除了石宽, 还有好几千个 从大小街道里钻出来的混混。 这阵仗, 抄家都绰绰有余了。 那刘先生看到这一幕, 竟也丝毫不慌, 脸上甚至带着一丝不屑。 他看着雷兆明走近, 嘲讽道, 雷老板, 你想干什么? 雷兆明缓缓吐出烟雾, 笑道, 员工加班, 我过来监督一下。 刘先生看了我们一眼, 又看了眼雷兆明, 瞬间就明白了。 雷兆明是来给我们助阵的。 刘先生这么晚不睡觉, 还亲自带着下属出来办案。 真是辛苦啊。 听到雷兆明略带讽刺的问候, 刘先生眯起眼睛, 叹了口气。 你现在带着你身后那些狗腿子离开,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你是个聪明人, 做事什么时候这么不带脑子了? 是玉龙集团最近太顺风顺水了, 想给自己找不自在。 雷兆明还是若无其事地吐着烟雾, 淡淡一笑, 刘先生, 有的时候权力和才势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我们两个有诸多的合作, 您怎么能为了一个外国人威胁我呢? 刘先生脸色骤变, 不满道, 现在好像是你在威胁我吧。 怎么? 你觉得你有钱就了不起了? 敢威胁老子? 雷兆明还是那副温和的笑容, 说道, 不敢, 我怎么敢威胁刘先生? 不过您包养的小三小四, 那姿色真不错。 还真巧, 那两个小姑娘, 以前可是我肠子里的头牌, 我也算是他们的老板了。 前些日子, 他们送了我几个视频, 我看了看, 则则, 刘先生那方面的功夫真不错。 听完, 那刘先生的脸色, 已经白得比停尸间里的尸体还白了。 雷兆明, 你, 那几个视频, 还在我手机里呢? 大家想不想看? 雷兆明直接回头, 问那几千个人。 想, 回答声响彻周边街道, 刘先生气得差点心脏病, 都犯了。 他可能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包养的小三小四, 居然是雷兆明故意安排给他的。 这刘先生还是太单纯了, 居然敢跟雷兆明做交易, 还妄想拿捏雷兆明。 雷兆明? 你有种? 说完, 他直接就走了, 也不再管左腾龙一。 领导, 不抓人了吗? 杨大山一脸猛逼, 赶紧问道。 抓你妈。 滚。 杨大山挨了顿骂, 灰溜溜的, 也带着几个下属, 赶紧溜了。 刘先生! 刘先生! 左腾龙一脸喊了好几声, 见那刘先生说走就走, 一时也慌了起来。 他转头看看我们, 又看看雷兆明带来的那好几千人, 转身就把门给关了。 哟, 这小白脸也会怕, 他刚才不是很拽吗? 兰武猙獰起来, 已经撸起袖子, 准备进去干他了。 你们是不是太天真了? 苏眉皱起秀眉, 他如果真的有你们说得那么厉害, 根本不用怕我们, 也不用请那个刘先生来给他助阵。 我一直没说话, 其实也是, 在思考这个问题。 左腾龙一有元龙保护, 就已经足够他无所畏惧了, 他为什么还要请个刘先生来? 刘先生刚才离开的时候, 他脸上显露出的, 明显是害怕和慌乱, 跟上次我们刺杀他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和冷漠, 完全不符啊。 我一时有些捉摸不透了, 心想这个, 左腾龙一该不会, 是假的吧? 雷兆明站在那, 又抽了几口烟, 见我们迟迟不进去, 有点不耐烦了, 还愣着, 我要不要替你们冲进去? 我连忙带着苏梅他们, 来到大门口。 不等我开口, 陈雪抬起右手, 一掌, 就轰飞了大门。 大门被轰开的瞬间, 巨响声就吓得别墅里的左腾龙, 一尖叫了起来。 此刻连蓝武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靠, 不至于吧, 有元龙他还这么胆小。 我说, 大家小心点, 我觉得这个左腾龙一有问题。 说话间, 我们已经冲进了客厅里面, 一眼就看到左腾龙一再往二楼逃窜。 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忙和苏梅冲在最前面, 开了阴眼。 阴眼一开, 扬眼也瞬间受到召唤, 苏梅的右眼瞳孔立刻就闪烁起了金光。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到底, 要干什么? 此刻二楼角落里, 左腾龙一无比惊慌地望着我们, 他手里还握着一个花瓶, 猛地就朝我们投掷了过来。 我和苏梅轻松就躲开了。 苏梅满脸疑惑, 这就是差点团灭你们的高人。 我一时也猛啊, 看到左腾龙一这副怂样, 我们所有人都猛啊。 你不是左腾龙一? 你们有病啊! 我就是左腾龙一! 他咆哮道, 你们到底, 要干什么? 我到底哪里得罪? 你们了? 你们抢我女朋友也就算了, 现在还想要我的命吗? 我警告你们,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 左腾家族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话音刚落, 我直接就朝他冲了过去, 根本没有什么忌惮。 我的阴眼, 好像根本没有探查到 圆龙在附近。 圆龙根本不在。 啪! 我冲到左腾龙一跟前, 抬手就是一个反抽, 然后死死掐着他脖子。 你到底在搞什么霸心? 那天晚上, 我们刺杀你的时候, 你根本不是这样的。 圆龙呢? 那条八旗大蛇呢? 左腾龙一被我扇了一巴掌, 竟然差点哭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圆龙? 什么八旗大蛇? 我被人行刺的那晚,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大街上。 我知道肯定是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但我根本不知道整个过程啊。 听到左腾龙一的话, 我们几个大眼瞪小眼, 全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那天晚上, 左腾龙一明明是清醒状态, 他逃走的时候, 甚至还把徐蕾给踢晕了。 现在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整个过程。 我好像懂了。 徐蕾! 快给徐蕾打电话! 我脸色狂变, 冲向龙他们吼道, 让徐蕾远离腾田千美。 第八百章 他的可怕 原来一直跟我们作对的人, 压根就不是左腾龙一, 而是腾田千美。 操控鬼娃花子的人, 也是腾田千美。 我真是太大意了, 我大意到徐蕾跟我们说了谎, 我都没看出来。 之前, 我们去寿川县, 解救那些失踪人员, 我就怀疑, 我们当中有内奸。 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内奸是谁。 其实这个内奸就是徐蕾。 徐蕾是行动的参与者之一, 而且也知道我要去找苏梅。 我当时问他有没有把这两件事告诉给腾田千美, 他的回答很奇怪。 正常的回答直接否认就是, 可徐蕾的回答接连回答了三个没有, 这是心虚的表现。 如果是其他人的回答, 我肯定当场就会起疑, 但我一直很信任徐蕾, 把徐蕾当成自己人, 我从来都不会去怀疑自己人。 这小子肯定是把这两件事跟腾田千美说了, 但他应该不是有意出卖我们的, 连我们都才反应过来腾田千美有问题。 他这个恋爱脑又哪会反应得过来, 他肯定什么都给腾田千美说了。 徐蕾的手机关机了, 像龙脸色骤变,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心里一沉, 这货估计已经让腾田千美给扣下来了。 如果腾田千美就是操控鬼娃花子的那个人, 他应该从头到尾都没有种过我的桃花树, 他一直都在演戏。 那我的玉佩, 还有宋飞的棍子, 应该也是被他偷的。 卧槽! 徐蕾这家伙, 他肯定是把腾田千美带回过公寓, 所以这娘们才知道我们住哪。 放心, 腾田千美应该暂时不会对他怎么样。 他对腾田千美来说, 还有利用价值。 我忙对像龙道, 去把雷兆明和宋飞他们叫进来。 这回乌龙算是闹大了。 左腾龙一现在的反应很真实, 不像是演出来的, 说明他根本不会半点阴阳道的术法。 之前我和像龙用子母符测过他, 结论不会出错, 但却被我们理解错了。 左腾龙一确实跟花子接触过, 但他不是操控花子的人。 真正操控花子的人是腾田千美。 这两个人同床共枕, 左腾龙一多少都会沾点花子的气息。 所以, 将左腾谷成灭口的人, 也不是他, 还是腾田千美。 一想到这儿, 我就细思极恐, 后怕不已。 这个女人太特么狠了。 那天, 我们来刺杀左腾龙一, 他被人捅了一刀, 显然那是他自己捅的。 我们当天之所以会看到左腾龙一在操控花子, 其实也是腾田千美在通过操控左腾龙一, 间接地操控花子。 左腾龙一为什么没有那天晚上的具体记忆? 因为他受到了腾田千美的蛊惑。 一个能操控花子的阴阳师, 想蛊惑一个普通人, 实在是太容易不过。 想到这儿, 我顿时有些为徐蕾担忧。 我相信, 徐蕾不会为了一个外国女人, 做出背叛兄弟, 背叛民族大义的事来, 但如果他被腾田千美用竖法给迷了, 那就说不定了。 在KTV的那天晚上, 你和腾田千美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哪儿? 我问左腾龙一, 那晚也就是雷子曼出世的那晚。 当晚不仅有人失踪, 还死了一个人, 死在楼梯间里。 后来杨大山他们查到了这个人的身份, 那人其实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人贩子。 我, 我跟你说过呀, 我们是去唱歌的。 左腾龙一解释道, 其实当晚我是不怎么想去的, 但千美非要去, 所以我才陪他去。 我恍然大悟。 原来那晚要绑架雷子曼的人, 是腾田千美。 他之所以非要让左腾龙一也一起去, 就是想利用左腾龙一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那晚左腾龙一的出现, 的确让我们更加确定, 要绑架雷子曼的人就是他。 腾田千美当时还让自己的手下留了一张字条, 放在那个人贩子的尸体身上, 就是在挑衅我们, 激起我们对左腾龙一的恨意。 他仅仅是为了留一张字条, 就杀了一个人。 那个被杀的人贩子, 当晚应该也是去绑人的。 这个女人何止是可怕, 她简直比男人还残暴, 隐藏的更是没让我们任何人察觉出来她有问题。 女人果然是天生的演员。 美丽的外表, 娇弱的姿态, 这就足够迷惑很多人了。 我看着左腾龙一, 又问他, 之前你聘请了我们, 去你的工厂解决不干净的东西。 之后, 为什么又突然不让我们去了? 左腾龙一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我跟你说了呀, 你们只去了一次, 就失踪了一个人, 我怕接下来又有人出事, 就想让你们多做些准备再来。 我真的只是来你们这儿做生意的, 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们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说着说着, 他真的忍不住哭了。 看到他这副模样, 我顿时有些尴尬起来。 看来, 我们真是冤枉他了。 此时, 雷兆明和冯经理, 还有宋飞都来了。 三个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我们可能找错人了。 我尴尬地跟他们解释了一遍, 左腾龙一事无辜的。 我们真正要对付的人, 其实是腾田千美。 一个娘妈, 宋飞瞪大双眼, 一脸费解。 工厂砸错了, 雷兆明恍然大悟。 而后无语地看着我, 之前是谁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所有的事都是他干的。 我低着头, 不敢回话。 这回真是丢脸丢大了。 我冤枉了好人不说, 还接连阻挫了两次对左腾龙一的刺杀。 而且, 其他人之所以对左腾龙一抱有恨意, 也全都是从我这儿来。 我干脆不回话, 直接问左腾龙一有关腾田千美的一切。 但这左腾龙一竟然也不知道他女友的底细。 他说他是真心喜欢腾田千美的, 甚至主动提出要去见见腾田千美的父母, 商谈一下俩人的婚事。 只是腾田千美多次以各种理由推测了见家长。 之后没多久, 左腾龙一就在家族的安排下, 出国来了我们这儿。 听完左腾龙一的话, 我猛然想起老宋之前的提醒。 他说, 以他对左腾家族的了解, 这个家族应该没人能操控得了鬼娃花子。 他怀疑要窃取国运的幕后主谋, 可能另有一个家族。 现在看来, 腾田千美真正的身份, 恐怕就是这个家族里的人。 这个家族, 比左腾家族更厉害, 全是更高。 第801章, 寻找徐磊。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左腾龙一是无辜的了, 自然没必要再找他麻烦。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腾田千美, 还得把徐磊找回来。 叫几个人进来, 把他绑了。 雷兆明指了指左腾龙一, 对冯经理说道。 冯经理转身就去叫人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绑我? 左腾龙一委屈到了极点, 我到底哪得罪你们了? 看到左腾龙一委屈的样子, 我也感觉有些不妥。 想叫雷兆明把他放了。 放了? 雷兆明瞥了我一眼, 他没有问题, 不代表左腾家族没问题。 他是左腾家族的大少爷, 相当于一个大筹码, 抓了他你不会吃亏。 少点心思手软吧。 说完, 雷兆明就走了。 不一会儿, 左腾龙一也被绑走了。 我知道他肯定要被雷兆明囚禁。 虽然他很无辜, 但我真没办法管他。 现在最重要的, 是尽快把徐蕾救回来。 这小子绝了, 平时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结果被一个女人迷得晕头转向。 这是, 我们能笑话他一年了。 宋飞还有心情开玩笑, 但我却开不出来, 甚至有些沉重。 藤田千美不是一般人, 他不仅能操控鬼娃花子, 还能轻易破解桃花树。 他在树法上的造诣, 应该已经超过我和相龙了, 甚至超过了大师兄。 而且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徐蕾在他手上很危险, 我们要马上找到徐蕾。 大家一起同生共死这么久, 我们谁都不想看到徐蕾出世。 离开这里后, 我们所有人分头去找徐蕾, 通过各种手段和人脉去找。 我们甚至找遍了全城的大小酒店以及小旅馆, 看有没有哪家酒店或旅馆登记过徐蕾和藤田千美的名字。 可是整整一个晚上找下来, 徐蕾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此时天朦胧亮, 我独自一人走在天桥上, 一屁股坐了下去, 既疲惫又担忧。 我不知道, 徐蕾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活着。 如果他死了, 我回到望月村, 徐大爷问我的时候, 我该怎么跟徐大爷说? 而且, 从我刚来到公司调研部的时候, 我就跟徐蕾认识了。 我们在一起经历过很多, 早就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他是个很聪明, 情商也很高的人, 并且帮了我不少忙。 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朋友和兄弟, 拿来做比较。 如果是宋飞和向龙出了什么事, 要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 我一定会去。 同样的, 如果是徐蕾出了事, 我一样, 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 但我现在怕的就是, 藤田千美已经把他。 想到这儿, 我眼眶都有点红了。 经历过这么多事,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身边的人出事。 就在我起身, 准备继续去寻找徐蕾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来电。 我忙按下接听键, 哪位? 李先生, 是我。 听得出来我的声音吧? 藤田千美。 我脸色狂变, 你在哪? 你把徐蕾带去哪了? 电话里, 藤田千美轻笑道, 别急,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他毕竟也是一个很爱我的人, 我又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我吸了口气, 强压下怒火, 左藤龙翼不是一样很爱你。 你是怎么对他的? 我们差点就把他杀了。 哼, 那还不是你们自己蠢吗? 轻易就被我带偏了。 藤田千美笑得如银铃一般, 我却听得十分恶心。 不过你还是很厉害的, 我一直以为带着花子就能应付你们, 但没想到连花子都不是你们的对手。 他叹了口气, 我更没想到, 你们能这么快就查到寿川县那边, 看来你应该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 对吗? 我没有接他的话, 他好像在套我的话。 你们要做什么,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 我现在只想知道徐磊在哪儿。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要怎么才肯放了他? 藤田千美给我打这个电话, 肯定不是为了挑衅我。 他估计想跟我做什么交易。 李先生, 火气这么大干什么? 你给我下桃花树的时候, 我可没你这么生气。 他嘲讽道, 你想让徐磊回来, 很简单。 你现在去一趟你们公司, 到了公司, 你就知道了。 我有点猛, 问他, 你什么意思? 徐磊在公司? 藤田千美, 你要是不想让徐磊死, 就立马按照我说的做。 到了公司, 我自然会告诉你。 他显然在拿捏我, 但为了徐磊能够安全回来, 我只能照他说的做, 立马来了辆出租车赶回公司。 这个点, 公司都还没开门, 我不明白这女人为什么要我回公司。 我到了。 很好, 到公司四楼去, 看到藤田千美回过来的短信, 我犹豫了一下, 回复道, 公司没开门, 我进不去。 很快, 藤田千美又回复过来, 我说了, 想要徐磊活着回来, 就别跟我耍花样。 你难道没有你们公司大门的钥匙? 没有你就给我爬窗户, 我只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去四楼。 草! 我连忙摸出钥匙, 打开公司大门, 从布梯跑上四楼。 四楼是我的办公室, 还有保险库, 保险库里面放着所有的预配。 我心里越来越有些不安了, 他总不可能让我回我自己的办公室吧。 但没想到, 他接下来的一条短信, 还真是让我回办公室。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直接告诉我。 我回复过去。 照做, 他只回过来两个字。 我吸了口气, 掏出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推门走了进去。 就在我跨进去的一瞬间, 一把冰冷的匕首, 很快架在我脖子上。 怕我反抗, 这个人还架得很紧, 身体死死贴着我的后背。 透过窗户玻璃,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 徐磊, 你干什么? 别动。 徐磊语气冰冷, 用恐吓的语气说道, 带我去保险库, 别反抗, 刀子不长眼。 我不敢相信这是他在跟我说话。 我暂且认为他是被那个女人给蛊惑了, 便劝道, 既然你没事, 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 出了什么事, 你跟我们说。 你告诉我, 是不是腾田千美, 对你做了什么? 徐磊叹了口气, 李沐, 你别怪我,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我没有被蛊惑, 从现在起我所有的行为, 全都是我自愿。 第802章, 徐磊叛变。 徐磊的话, 就像一把利剑猛戳我心房, 即使此时此刻, 他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他被蛊惑了。 即使下一秒, 他用这把刀抹了我脖子, 我也毫不怀疑, 他就是被人蛊惑了。 可现在, 他却亲口承认, 一切都是他的自愿行为。 他自愿把刀架我脖子上。 你在放什么狗屁? 我有些怒了, 是不是藤田千美威胁了你什么? 是的话,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有什么不能跟我明说的, 又不是外人, 有什么事是不能跟我商量的? 你把刀给老子放下, 别跟老子玩这一套。 徐磊吸了口气, 语气变得无比严肃起来。 李牧,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是自愿的。 你说, 我蠢也好, 说我不要脸也好, 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我还愿意帮他。 你难道不知道, 我现在在干什么吗? 我狠狠僵在原地, 不敢相信这是徐磊说出来的话。 但也许, 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过他。 换位思考一下, 我可以为了我心爱的人去做任何事? 那他呢? 所以他现在的行为也就不奇怪了。 但我还是接受不了, 他居然为了藤田千美, 持刀威胁我。 好, 我也不想劝你什么, 但你为了他, 不惜伤害曾经跟你同生共死的兄弟吗? 难道你是这种人吗? 我是。 徐磊竟毫不犹豫地承认, 不过我不想伤害你,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你会没事的。 去你妈的。 我咆哮道, 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他要窃取我们的国运, 他是侵略者。 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了? 你想当汉奸吗? 徐磊沉默了几秒, 淡淡道, 我只是个小人物, 没有你们那么伟大, 也没有宋飞那么高尚的情操。 我影响不了什么, 我相信, 你们能阻止那些阴谋。 我想做的, 只是跟他在一起。 我算是彻底认清徐磊这个人了, 怒道, 我宁愿你现在, 已经死了。 大家找了你一个晚上, 结果你在帮那个女人做事。 你别忘了, 你是哪国人? 你他妈就不配做我们兄。 啪。 我话还没说完, 脸上已经挨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 直接把我打猛了。 是, 老子不配。 宋飞配。 向龙配。 整个队伍就老子没用, 所以你们干什么都把我撇开。 你们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吗? 老子现在要你去打开保险库, 你到底去不去? 徐磊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已经让我无话可说了。 之前有些是我撇开他, 不是没把他当自己人, 正是因为他不会倒数, 我不能让他涉嫌, 我是在保护他。 可没想到, 他会这么想。 我也不想解释了, 在他的挟持下, 我来到保险库, 打开了保险库的门。 你知道这些玉配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把他们拿走, 就等于要我的命。 从现在起, 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话说出来的同时, 我对他已经心寒了。 做了这些事, 我估计都不会回国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徐磊冷漠地说完, 抬手就朝我后脖子打来。 我当场就被他打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四周一片嘈杂。 我依稀听到宋飞他们的声音, 随后便被他们背了起来, 背回了我的办公室。 等我彻底清醒的时候, 距离我被徐磊打晕,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所有人都围在我身边, 周一鸣那几个新人也在。 冯经理也在, 脸色很是难看。 他们是在保险库门口, 把我背回来的。 自然知道, 保险库里的东西, 已经不见了。 你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去找徐磊了吗? 你怎么晕公司来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问我。 他们好像还没来得及, 去看监控。 我缓缓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眼睛发红。 不用找那个畜生了, 我就是被他挟持, 然后打晕的。 我把两个小时前发生的事, 完整地跟他们说了一遍, 包括徐磊跟我说的那些话。 他们听完, 跟我最初的反应一样, 根本不敢相信, 徐磊会是这样的人。 不信你们自己去看监控吧。 我已经心寒了, 这畜生根本不是被蛊惑了。 他就是为了一个女人, 为了能和滕田千美在一起, 心甘情愿做出这些事。 他, 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向龙还是不敢相信, 企图给徐磊找借口。 卧槽! 有个屁的苦衷啊, 你没听李牧说吗? 那畜生根本没被蛊惑。 宋飞大发雷霆, 我们这么多人找他一个晚上, 搞了半天, 他他妈的, 已经投敌叛变了。 这畜生要是让我抓到, 我非弄死他。 连我都接受不了徐磊叛变, 宋飞就更不用说了。 他不是叛变了我们, 他叛变的是整个民族, 他当了汉奸。 冯经理吸了口气, 立刻便转身, 立刻了我办公室, 估计是跟雷赵明去汇报了。 保险库里的玉佩, 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收集了这么多, 现在好了, 全他妈没了。 他怎么会是这种人? 蓝武有点接受不了, 周骂道,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 这个义冠禽兽, 虚伪的东西。 没人能想到, 徐磊是这种人, 也根本不是我们不信任他。 他的确是自愿的, 腾田千美, 为什么知道我有公司的钥匙? 他为什么知道, 我的办公室在四楼? 因为这些都是徐磊说的。 他不止叛变, 他还叛变得很彻底。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向龙也不得不信了。 叛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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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无情,就别怪老子无义。 我打算直接离开公司,去找徐磊和腾田千美的下落,也不打算对雷兆明说了,因为我现在根本不敢去见他。 只要东西找回来,什么事都没有。 但要是找不回来,我估计也就不用再回来了。 第803章,腾田千美的身份。 离开公司之前,我让周一鸣他们坐镇九步,把公务交给新人来处理,我也算是头一位了。 但没办法,徐磊叛变对我们几个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我。 并且,他和腾田千美还带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找回来。 部门里面几乎只剩一些日常琐事要处理,虽然平时也有很多找上门的客户,但大多都是自己下自己,或者就是简单的试睡工作。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的鬼,有鬼的地方全让我们给碰着了。 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也只能让周一鸣他们坐镇九步,毕竟除了我们以外,他们几个算是见过世面的了。 我临走前,把原青道长的手机号码给了他们。 如果他们运气不好,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就让他们给原青道长打电话,清云官会帮忙。 交代完所有的事情,不等冯经理来找我,我就带着所有人离开了公司,回公寓收拾好行列。 从公寓出来,我让向龙先定位徐磊的手机。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都被向龙植入了木马程序,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出事或者失踪的时候,向龙能通过木马程序定位到我们的位置。 但前提是,手机要在我们身上。 果不其然,徐磊根本没带手机,根据向龙的定位,徐磊的手机就放在公寓里面。 他肯定是知道我们会定位他,所以干脆把手机扔了。 操! 这王八蛋是铁了心要一条倒走倒黑。 宋飞气得大骂。 我顾不上骂,连忙问向龙,我这里有腾田千美的手机号码,如果我给他打电话,你能定位到腾田千美的位置吗? 向龙说,除非你们能保持通话两分钟以上,我就能定位到他的位置。 宋飞叹气道,别想了,那死娘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还没到两分钟,他就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可能让你们定位他。 再说,他都不一定是拿自己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我也知道不太可能,但现在根本找不到人,只能试一试。 万一这死娘们没反应过来呢? 虽然概率有点小。 我让向龙赶紧做好准备,便拿出手机,翻出之前那个陌生号码,拨打了出去。 事实证明,我运气没有那么好。 很快电话里,就传来冰冷的电子提示音,说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妈的! 他果然是拿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的。 正当我气得骂娘,一条短信发了过来,是冯经理发过来的。 我连忙点开一看,顿时有些惊喜。 查到腾田千美的身份了。 我忙把短信里的内容念给宋飞他们。 他真名叫安倍千美,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到了我们国内。 冯经理是通过查询千美这两个字,在某家航空公司查到了安倍千美的入境记录。 而且,通过机场监控的显示,这个安倍千美就是腾田千美。 原来腾田千美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来了,并非像左腾龙一说的,是左腾古城死的那晚来的。 看来左腾龙一也被骗了。 安倍千美,这个姓氏好熟下。 蓝武恍然大悟,安倍晴明,他是安倍晴明的后代。 我点点头,看来腾田千美所在的那个家族,就是安倍家族。 我记得当初秦四海介绍左腾古城的时候说过, 左腾家族历代从事阴阳师的职业, 其祖上和安倍晴明更是师兄弟的关系,师出同门。 在樱花国阴阳道的历史上,左腾家族并未出过什么有名人物, 但安倍晴明几乎是阴阳道的代表。 而且,安倍家族也出了不止安倍晴明一个有名的阴阳师。 老宋也说过,左腾家族里面没有人能够操控鬼娃花子, 更不可能收服鬼娃花子。 现在看来,收服鬼娃花子的,就是安倍家族里的人。 而操控花子的人,就是腾田千美。 要窃取我们国运的,也是安倍家族,他们才是主谋。 左腾家族估计只是跑腿办事的角色, 一旦发生意外,这个家族就是炮灰, 从左腾龙一被腾田千美推出来挡枪就看得出来。 冯经理通过左腾龙一的手机定位了腾田千美的手机, 左腾龙一曾怀疑过腾田千美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于是偷偷在他手机里面装过定位软件。 腾田千美现在已经离开兰江市了, 他一个小时前在西平市出现过。 我连忙拿出手机,翻开备忘录, 一一对照那十几个城市, 距离西平市最近的一个城市,是鹏城。 鹏城也有一条龙脉, 而且鹏城的西江县有一座大山, 那里就是龙兴的位置。 腾田千美和徐磊的下一站, 应该就是鹏城。 这是原青道长用奇门遁甲推算出来的龙兴位置, 不会有错。 所以, 腾田千美现在应该要去西江县, 跟左腾家族的人会合。 按照原青道长所说, 窃取国运就是从龙兴的位置下手。 如果把龙比做人, 龙兴就是人的心脏, 窃取国运就好比是一场换心手术。 龙脉没了龙兴, 就是一条死龙脉。 没有生机的龙脉, 便不会再忽悠这片土地。 如果两个家族的人再歹毒一点, 则还要断龙头。 所谓的断龙头, 就是在龙头的位置钉上十二颗龙丁。 一旦龙头被断, 这片土地会灾祸不断, 要么是天灾, 要么是人祸。 一百年前, 这种局面出现过, 哪怕是没学过历史的人, 也知道这一百年间, 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 所以我们的下一站, 就是去鹏城西江县, 阻止腾田千美他们。 鹏城是御龙集团南区公司的地盘, 我们到了那边, 自然是要给西区的人打招呼, 请求他们的支援。 南区公司的负责人, 以前是鹿子秋, 鹿子秋现在不在公司了, 顶替他职位的人是吴泽。 所以, 我直接给吴泽去了个电话。 这小子平时看着是个话少老实的人, 其实阴险得很。 他一听说要找他帮忙, 立刻支支吾吾说他现在没空, 有很重要的任务, 恐怕帮不上我的忙。 我自然不会求他, 直接扔出重磅炸弹。 你还是给你们董事长说一下吧, 玉佩不见了, 全都不见了。 我们现在是去找玉佩的路上。 什么? 吴泽当场就尖叫了起来。 我, 我, 我靠。 你等着, 我马上去汇报, 你等着啊。 第804章, 血迹。 到了彭城, 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 昨晚一宿没睡, 我们所有人都很疲惫, 但又不敢休息。 很快, 吴泽就亲自带着十几个人来跟我们会合。 看他的样子, 是要跟我们一起去西江县了。 我隔着老远都忍不住嘲讽他。 吴经理, 咋回事啊? 你的重要任务不管了。 吴泽一脸尴尬, 忙小跑过来, 还任务个屁啊。 现在就算我爹死了, 我都得跟你们一起去把东西找回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东西, 说不见就不见了。 你们不是说会好好保管吗? 这回该我尴尬了。 雷赵明估计也要被其他三位董事长嘲讽。 其实这事都是我们雷董的错。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把东西找回来。 我先甩锅, 然后说道, 偷走东西的人是一个女人, 樱花国国籍。 她现在正往西江县那边逃窜, 我们马上去西江县。 那什么? 吴经理, 麻烦你去帮我们买几份盒饭。 好啊。 昨晚, 我们找徐磊, 那王八蛋找了一宿,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吃上一口饭。 吴泽有些不爽, 但也屁颠屁颠地跟他手下跑去买盒饭了。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就蹲在路边捧着盒饭吃。 我突然想起要联系苏梅, 便又掏出手机给苏梅打了个电话。 其实在蓝江市的时候, 我就联系过他了, 让他跟我们同行。 毕竟我们随时都会遇上元龙, 苏梅不在, 我们随时都可能, 被元龙团灭。 不过苏梅好像很烦我, 不愿意跟我们同行, 说他自己开车过来。 苏经理, 你到了没啊? 到了, 到了, 那你赶紧过来跟我们会合吧, 一会儿去西江县。 电话里, 苏梅的语气依旧冷冰冰的。 我自己去, 不想跟你同行, 看到你我就想吐。 想吐? 你啥时候怀孕的? 滚。 电话很快被他挂断了。 我叹了口气, 心里一阵无奈。 都说女人心还抵振, 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特么救他的时候, 他都恨不得跟我一起死, 现在说看到我想吐。 跟他打架的又不是我, 光我毛事啊。 吃完盒饭, 我们立马上车出发前往西江县。 车上, 吴泽就坐我旁边, 详细问了我一下情况。 我挑重点, 跟他讲了一些。 听到情况有点复杂, 甚至上升到了很高的一个层面, 吴泽若有所思起来。 那我们此行的目的, 主要还是以玉佩为重吧。 到时候玉佩到手, 我就先带着玉佩走。 护送玉佩, 毕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我吴某人义不容辞。 那真是辛苦你了, 吴经理。 我内心一阵比一。 呵呵, 不客气。 到了西江县, 又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西江县是个穷县, 跟我老家有的一拼, 但人口还没我老家那个县多。 这个县, 有个叫陆河镇的地方, 身处在龙兴的, 那座大山就在陆河镇。 等我们, 开车到陆河镇的时候, 这里的荒凉, 不禁让人有些唏嘘。 你说这地方, 真在龙脉上面。 下车后, 吴泽有点不敢相信, 背着手感慨道, 离龙兴这么近, 也不保佑一下 当地的居民, 看来脱贫致富的道路, 还有点任重道远啊。 要不您给当地居民捐点呗。 宋飞嘲讽着说道, 又叼着烟环顾了一下四周, 一个镇, 还不如一个村热闹。 如果有外来人, 肯定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 应该有人看到过, 藤田千美和徐磊。 我点点头, 连忙上前和两个扛锄头的大叔搭讪。 迪焉问道, 大叔, 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外来人? 那两个人是我们同事, 我们是来这边考察的, 突然联系不上他们了。 考察? 是不是有大老板, 要来我们这儿搞发展了? 大叔有点兴奋, 我心想这地方有啥可发展的? 哪个大老板钱多了, 没地儿烧? 是, 就是要来这边搞发展, 我们就是提前来考察你们这儿环境的。 我说道, 那您看见我同事没啊? 大叔指了个方向, 我们刚从画家湾那边回来, 好像是看到了两个外来人, 他们进山了, 我当时还劝他们别随便进山, 山里刚死五个人呢。 听到最后一句话, 乌泽和宋飞他们全都围了过来。 啥? 死了五个人? 咋死的啊? 我一脸八卦, 但内心早就紧张了起来。 老宋说过, 阴阳道的前期行程, 基本上完全抄袭了我们道家的理论, 但在后期出现了安倍晴明这个人物后, 安倍晴明又在阴阳道的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把西方的玄学理论也给抄袭过来了。 之后, 阴阳道受西方玄学理论, 在阵法上做了诸多改变, 所有的阵法以五芒星为基础, 因为五芒星象征宇宙万物的天地五行, 即金木水火土。 原青道长前不久说过, 要窃取国运, 实则是取龙器, 需用金木水火土的五种命格代表, 来进行血迹, 才能顺利取走龙星的龙器。 而所谓的血迹, 自然是要牺牲五条人命。 这五个人是不是死得太蹊跷了? 难不成佐藤家族的人已经成功取走龙器了? 我心情有点沉重, 便忙打听这五个死者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那五个人死得老惨了。 其中一个大叔说着, 都有些害怕, 听说尸体是猎人在山里面发现的, 五个人全被人割了后来, 我们刚才还瞅着了尸体, 连警察都来了, 尸体就停放在画家湾那个招待所旁边。 现在大家都在传, 说山里边藏了变态杀人狂, 这五个人是被变态给杀死的。 你那两个同事要进山的时候, 我们都还劝着呢, 但没劝着呀, 要说现在的年轻人胆子也太大了, 非是不信息啊。 万一遇见那个变态, 那不是也要被割喉吗? 我心说完了, 这五个人恐怕真是被学计了。 哪个变态杀人狂, 会连杀五个人? 腾天千美这帮人是挺变态的。 我估计, 他们快得手了, 必须马上进山阻止。 谢谢你了大叔, 我们马上去把那两个傻逼找回来。 问清路线后, 我们立刻朝着画家湾那边赶去。 第805章, 招待所, 也就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到了事发地, 应该说是停尸地。 难怪我们一直没看到多少路人, 原来都跑到这里围观尸体来了。 其实大部分人都畏惧死亡, 对死人更是抱有晦气的态度, 但一下子死了五个人, 这在平平无奇的小镇子里, 算是特大新闻了。 这附近有个招待所, 几公里内也就只有这一个招待所。 就在招待所旁边不远的一栋平房外面, 盖着五块白布, 白布高高隆起, 突出五个人形。 虽然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但显然这个镇子的警察不是很专业, 因为时不时还有一些好事者进去掀开白布看了两眼。 走走走, 这里是案发现场, 哪能随便出入? 谁在破坏现场痕迹, 通通都要负责任。 随着警察的呵斥, 终于没人敢再去掀白布了。 果然很不专业呀。 吴泽摇头道, 人是死在山上的, 这第一案发现场不是应该在山上吗? 说完他看着我, 现在怎么办?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什么千美, 他应该还没有离开这个镇子, 说不定还在山上, 要不我们直接进山。 我摇摇头,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了, 那边肯定有警察把守。 一个小小的镇子里, 一下子死了五个人, 这是特大案件, 镇派出所的警察肯定处理不了。 刚才听这些围观者说, 县派出所的警察, 也要明天才能赶过来。 也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而进山的路只有一条路, 里面是原始森林, 大部分的区域连当地猎人都不敢踏足, 因为里面有大型野兽, 还有猛虎出没。 所以, 藤田千美他们, 也不可能直接穿越整个森林。 他们只能从进山那条路里面出来。 我说道, 晚上守备松陷, 我们可以晚上的时候再进山, 然后留一半人再出入口埋伏。 宋飞皱眉道, 晚上进山, 你不怕被人家给埋伏啊? 我叹了口气, 没办法, 白天又进不去, 四处又都是人, 我们只能晚上再进去, 小心点就是吧。 主要是我们人多, 如果真遭遇了埋伏, 肯定会有炮灰要死的。 可能是徐磊的背叛, 搞得我内心有点阴暗, 我甚至希望有埋伏。 如果没有埋伏, 这么大的山, 我们上哪去找腾田千美那帮人? 吴泽带了这么多手下来, 哪怕死一个人, 我们也能很快做出反应。 走吧, 去招待所住下。 我领着一大群人, 直接去了不远处的招待所。 这招待所的环境, 真是一言难尽, 还不如路边的小旅馆。 不过这么偏僻的地方, 能有个招待所, 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里的生意看起来也不太好, 很少有外来人来这里落脚, 一看到我们这么多人要住店, 招待所的老板, 很是激动。 老板, 住一碗多少钱? 不多不多, 也就五十一间房。 你们人多, 我还可以给你们打八折。 我直接扫码扫了一千五百, 给这老板。 我们这边有五个人, 屋子那边有十七个人, 一共就是二十二个人, 加上苏梅就是二十三个。 你给我们开十二间房吧, 剩下的钱帮我们弄点好菜, 不要酒。 好嘞好嘞, 没问题。 老板很是开心, 立刻把钥匙给我们, 然后去准备饭菜了。 吴泽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李牧你咋这么抠门? 你又不差钱, 干嘛两个人一间房啊? 就这环境, 还住两个人。 我意味深长到, 出门在外, 两个人安全点, 况且, 我们要找的人, 就在附近的山上。 两个人能互相照应。 吴泽点点头, 也没再说什么。 他们这些人, 出门在外都是, 住好酒店, 先吃好喝好再说。 哪像我们这么苦逼, 自然是住不惯这么差的环境。 距离晚饭饭点,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去房间放了行李, 准备先休息一下。 今晚肯定是不能睡了, 关键我们几个昨晚也没睡, 也就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我和陈雪自然是一个房间, 但躺下还没多久, 苏梅就打电话来了, 问我们在哪儿。 我出了招待所去接她, 她一下车, 就把自己的背包扔给我。 啥意思, 我是你小弟啊。 怎么, 不乐意, 那我回去找我小弟吧。 说着, 她就要来抢她背包上车。 别别, 我是你小弟行了吧? 这女人是真有毛病啊。 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 精神病都没她这么做。 靠, 要不是她有养眼, 老子管她去哪儿。 好不容易把她哄到楼上, 看到所有人都俩人一间房, 她又开始嘲讽我。 你就这么扣门啊, 雷兆明给你的钱不少吧。 你有必要这么亏待大家吗? 我耐着性子, 又跟她解释一遍, 说出门在外, 两个人住安全点。 苏梅愣了一下, 看着我, 那为什么我一个人住? 呵呵, 我的死活无所谓呗。 死了就死了是吗? 我被她说得, 都有点头皮发麻了。 认真道, 你说得有理, 是我疏忽了。 谁出事都行, 苏经理不能出事。 说完我对着走廊大喊道, 有没有人愿意跟苏经理一个房间的? 苏经理有点害怕。 话音刚落, 十几道房间的门纷纷打开, 十几猥琐的脑袋纷纷叹了出来。 连吴泽都一脸亢奋。 苏经理, 我这儿可以让你挤挤, 我还可以保护你, 你别怕, 快进来吧。 说完, 她还冲苏眉, 兴奋地招招手。 滚! 苏眉气得脸都绿了, 抬腿就要踹我。 我拔腿跑出招待所, 来到招待所外面。 此时围观尸体的人, 已经走得都差不多了, 只剩两个警察, 还在那儿看守尸体。 我想了想, 朝那两个警察走了过去。 近山的路, 肯定有不少警察在把守, 防止他们口中的那个变态杀人狂逃离。 我得去打听一下, 具体有多少人在那边把守。 人多的话, 我们怕是不一定能混进山里去。 第806章, 风魂刀。 我走上前, 跟那两个警察闲聊起来, 他们也没呵斥我离开, 还接过我的烟, 跟我聊了一会儿。 偏僻的地方, 确实是够无聊的。 我估计, 他们在这里守着尸体也无聊。 让我惊喜的是, 因为镇派出所的人不多, 在进山入口处看守的人, 也就三个。 小兄弟, 看你有点眼神啊, 你是外地人吧? 其中一个年约, 四十的中年警察好奇起来。 我看你们, 好像是一群人来的, 开的车也都是好车, 我们这儿鸟不拉屎的, 你们干嘛来的? 他语气虽是好奇, 但显然有点怀疑,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面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我如实道, 不知道您听说过玉龙集团没有, 我们就是玉龙集团的员工, 这边有点业务, 过来处理一下。 不幸的话, 您可以去核实我们的身份。 说完, 我还把我员工证掏出来, 给他看了一下。 他瞄了一眼, 一律很快就打消了, 可能也是, 看我不像是坏人。 牛逼, 你们集团可是大集团啊, 我有认识的人, 也在你们那儿工作, 听说你们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我们这儿鸟不拉屎。 难道还有你们公司建的房子吗? 中年警察倒是建谈。 我笑道, 我说了, 您可别把我当封建迷信抓起来, 其实我们公司还有个部门, 是跟不干净的东西打交道的, 您知道吧, 就是那玩意。 中年警察很快反应过来, 脸都白了几分, 猴节滑动, 真, 真有那玩意儿。 我心说, 这位同志的信仰, 也太不坚定了, 点点头, 要是没有, 我们公司这么大一个集团, 何必开一个这种部门出来, 咱也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是不会轻易迷信的。 您就说, 躺那儿的五位死者, 您真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变态杀人狂给害死的吗? 中年警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五具尸体, 脸又白了两分, 什么意思? 我说, 您是干警察这一行的, 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杀人狂杀人, 不可能一下子杀掉这么多人, 除非他不想活了, 准备报复社会。 但凶手杀完人, 就隐藏了起来, 这显然不合逻辑。 再说, 什么样的杀人狂? 能把五个成年大汉神不知鬼不觉地掳到山里? 以我的经验来看, 这五个人恐怕不是被人杀的。 刚才听那些围观的人八卦, 我才知道, 这五位死者都是男性。 如果我没猜错, 这五个人真的就是被血迹而死的, 他们的命格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 而且, 五个人都是青壮年男子, 各种特征都符合血迹的条件。 你还真敢说啊? 跟我一个警察说这种话, 中年警察听得冷汗都冒出来了, 家烟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也许他并没有完全相信我说的, 但他肯定也知道这五个人死得蹊跷。 要把五个青壮年, 翘无声息地掳到山里去, 要么是团伙作案, 要么, 就是我说的那样。 不信你把尸体上的白布掀开, 让阳光照见他们脖子上的血痕, 只要五分钟过后, 你会信我说的。 血迹的另一个重要程序, 要用封魂刀把死者灵魂困在五芒星里面, 这个五芒星, 邪阵才会生效。 而封魂刀, 是圈子里禁用的东西。 圈子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管死者生前是什么人, 只要这个人没修炼可以夺射的邪术, 能不封印其灵魂, 就尽量不要封印, 送去投胎, 也算积德了。 这封魂刀, 就是封印灵魂的东西, 一旦用了封魂刀, 灵魂就要一直被困住, 不能去转世轮回。 而被封魂刀杀死的人, 伤口在阳光的照射下, 会变成黑紫色。 这位中年警察, 显然是性这方面的, 所以他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掀开了遮盖尸体的白布, 露出了尸体的脖子。 五分钟后, 尸体的脖子果然发生了变化。 那五条长长的血痕, 直接变成了黑紫色, 在阳光的照耀下, 清晰可见。 我? 我天! 两位警察当场吓得跌坐在地上, 连白布都不敢去盖了。 我走上前去, 将白布重新遮了回来。 看到了吧? 我没骗你们。 这五个人真的不是被人害死的。 我再次改变说法, 严肃道, 实不相瞒, 我们这次来这边, 就是要来抓一只鬼。 这五个人, 就是被这只鬼给害死的。 而且, 这只鬼不是一般的厉害。 它之所以不敢下山来, 是因为白天它不敢出现。 但晚上就说不定了。 听到我的话, 那两位警察, 再次变了脸色。 晚, 晚上? 我点点头。 没错, 所以在进山入口那边看守的三位同志很危险。 专业的事, 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我的意思是, 晚上天黑的时候, 能不能让你们的同事, 给我们放个刑? 刚才一直跟我交谈的中年警察, 显得有些为难。 小兄弟, 这有点不合规矩, 不管你们是做什么的, 你们毕竟都是老百姓, 万一你们出点什么事, 我们都是要担责的。 我严肃道, 放心, 我们即便是死了, 我们公司会处理的, 绝对不牵连其他人。 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 死了残了, 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咱退一万步来讲, 这是如果我们不处理, 那只鬼要是在害死几个人, 最后要去抓他的, 可是你们? 两个警察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里, 瞅到无边的恐惧。 中年警察直接当着我面打了个电话, 随后对我说道, 我已经跟守山那边的同事打过招呼了, 你们晚上去吧, 不过要注意安全, 最好不要出事。 我心里一喜, 忙跟他道歉。 进山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临走前我还给这位中年警察留了的电话, 留的是原青道长的手机号码。 万一我们天亮之前还没出来, 就让他帮忙联系一下这个号码的主人。 其实, 现在就是进山的最佳时机, 但马上就到晚饭饭点了。 我们就算现在进山, 没一会儿天也要黑。 还是吃饱喝足再去吧。 第807章 床板下的符, 招待所的饭菜倒是丰盛。 老板对我们很热情, 鸡鸭鱼都宰杀了。 客人慢用。 我这还有几瓶好酒, 你们真不喝酒吗? 我白手道, 不用了, 我们是来这边出差的, 晚上还要干活, 就不喝酒了。 老板笑着点点头, 说菜要是不够, 就招呼他。 等他走后, 乌泽已经按捺不住鸡肠鹿鹿了。 但不等他夹菜, 我便按住了他的手, 然后对陈雪使了个眼色。 陈雪拿起筷子, 便每道菜都尝了一口, 尝完了一桌, 又去尝另一桌。 吴泽和他的人看傻眼了, 先是费解, 随后又不满地瞪着我。 你太离谱了吧, 秀恩爱也不用这么惯着他。 待会儿我们要给他磕三个头不? 我面无表情道, 陈雪在是毒, 出门在外, 小心点总没错。 这是蛇族的天赋之一, 百毒不清, 如果菜里有毒, 陈雪能够尝得出来。 蛇族这个族群, 确实太多开挂的地方了。 我想, 这也是天道要灭他们的原因吧, 为了平衡生物链。 你们团队, 还真的个个都是人才啊。 吴泽目瞪口呆, 要真有毒, 你不怕他中毒吗? 我笑道, 没事, 中毒了算我们的。 说完我便狼吞虎咽起来了。 显然这些菜是没毒的, 吃饱喝足, 才有力气干活。 刚才陈雪是毒的时候, 我注意到苏梅看她的眼神, 很是不善。 其实这很正常, 但苏梅不善的眼神里, 还多了一丝嫉妒。 我记得最初的时候, 陈雪就是西区公司的人, 是苏梅的下属, 最后被西区公司得知了阴眼, 陈雪就被苏梅囚禁在了精神病院。 因为这件事, 陈雪一度对苏梅抱有阴影。 可是现在, 一百个苏梅恐怕都不是陈雪的对手, 苏梅又怎么能不嫉妒她? 我对苏梅的态度, 瞬间又回到从前了。 尽管我对她有愧疚, 但我以后真得离她远点, 我怕她会因陈雪。 吃完饭, 我们回到房间稍作休息, 准备半个小时后, 就出发进山。 这半个小时, 对于我们几个来说, 实在是太短了。 我们恨不得直接睡到明天早上。 我格外珍惜这半小时, 躺下就闭上了眼睛, 但不敢睡得太死, 怕睡过了头。 半个小时很快就到了, 期间我一直在努力保持一时的清醒, 不让自己睡过去。 可奇怪的是, 我竟然越来越困, 就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过觉。 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睡觉, 没有什么比睡觉更重要。 渐渐地, 我的意识都在开始涣散了, 随时都会进入深度睡眠。 我能感觉得到, 陈雪一直在掐我, 想把我掐醒过来。 但我估计, 他现在就是给我一刀, 我都想先睡一觉再惨叫。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瞬间将我惊醒过来。 我一边抹着额头上的冷汗, 一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是吴泽给我打过来的。 喂? 李沐, 这家店有问题。 电话里, 传来吴泽凝重的声音。 我连忙从床上下来, 沉声道,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我在床边发现一行字。 吴泽说道, 内容就是,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吴泽说的那行字。 内容就是这家店有问题。 我忙开启阴眼, 窥探整个招待所的磁场, 很快我发现了不对劲。 快起来! 我让沉雪下床, 然后猛地将床垫连同床板, 整个都掀了起来。 下一秒, 我俩就愣住了, 只见床板下面贴着一道符, 当才我陷入昏睡, 应该就是受了这道符的影响。 但这道符的威力, 不足以影响拥有蛇足内单的沉雪。 所以, 沉雪一直都是清醒状态。 马上去叫醒其他人, 先离开这里。 我们冲出房间, 一一把人都叫醒, 然后迅速撤离了招待所。 离开之前, 我们还找了找招待所的老板, 但没找见他人, 估计已经跑了。 卧槽! 这老板有问题! 他为什么不直接在我们饭菜里下毒更好? 毕竟他不可能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百毒不清啊。 这老板, 难道是樱花国的人? 可是听口音, 好像不太像。 众人有些愤怒, 没想到还没进山, 就已经中招了。 那副道没什么伤害性, 但如果真陷入沉睡, 被人埋了都不知道。 这老板, 可能是被樱花国的人收满了。 我说道, 至于老板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下毒, 是因为只使他的人知道, 我们当中有人百毒不清。 藤田千美不可能知道, 左藤家族的人也不可能知道, 但徐磊知道。 这小子绝了, 他背叛得真够彻底啊。 原本我还对他抱有一丝幻想和原谅, 但现在不用了。 要是让我抓到他, 我非打断他的腿。 离开招待所后, 路过停尸的地方, 那两个警察还在那守着。 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警察, 一共三个人。 同志, 你们咋又多一个人呢? 不是人手不足吗? 我问, 那个中年警察看了我一眼, 说, 你白天要是不跟我们说那些话, 我们现在还是两个人。 我明白了, 原来他们是害怕, 所以又临时叫来一个人。 行, 那你们小心点, 毕竟天黑了, 注意防备。 这话, 我是想提醒他们, 小心那个招待所老板, 或是左藤家族的人。 但中年警察似乎领会错了, 狠狠瞪了我一眼。 你还说, 还嫌不够吓人吗? 我精神都快崩溃了。 说完, 他看了那五具尸体一眼, 又弱弱地问道, 你说, 他们会不会突然诈尸? 我摇头说不会, 尽管放心, 毕竟被血迹的人, 连诈尸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们也不再耽搁时间, 直接开车到了山入口的地方。 这里果然有三个警察在把守, 一看到有人过来, 他们连枪都拔出来了。 我连忙举起双手, 跟他们交涉, 表明了身份。 白天那个中年警察, 跟他们打过电话, 交涉完后, 我们自然是顺利进山了。 危险, 才刚刚开始。 山里面肯定藏了人, 有人就有埋伏。 如果山里面没有藏人, 招待所老板, 就没必要在床板下面, 给我们贴符。 我现在很好奇, 乌泽在床边看到的那行字, 到底是谁写的? 第808章, 遭遇埋伏。 谈记乌泽在房间里看到的那行字。 相龙弱弱地说道, 会不会是徐雷写的? 我还是不相信他是那种人, 他会不会是跑敌方那边当无间道去了? 听到相龙的话, 我若有所思起来。 其实第一时间我也在想, 那是不是徐雷写的? 如果是徐雷写的, 那他做的这一切, 可能都只是在获取藤田千美的信任。 也就是说, 他是去卧底的。 可即便是卧底, 有些东西, 他根本不用跟藤田千美说。 而且他, 要是有这个打算, 应该提前跟我们沟通。 哪怕只跟我一个人沟通, 这样他能卧底得更好, 我们也能相互打配合。 所以我觉得, 他根本不是去卧底, 他娘的就是叛变了。 行了, 还帮这狗东西说话。 宋飞有些不满, 从他乖乖帮藤田千美偷玉佩就看得出来, 这小子纯粹就是为了爱情可以出卖一切, 包括他的人格。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那帮混蛋残害, 老子就不信他是去卧底的。 他没准都把阴眼和阳眼的事跟藤田千美说了。 我们几人里面, 除了相龙以外, 连我都已经不信任叙累了。 蓝武也周骂道, 他要是没把阴眼和阳眼的事告诉给那个女人, 我们不会到现在还没遇到圆龙那个蛇药。 先前李牧重创了圆龙, 他怎么可能不来找我们报复? 没有来报复, 只能说明圆龙都已经知道阴眼和阳眼的事了, 他不敢轻易来招惹我们。 种种迹象都表明, 徐磊真的叛变了。 算了, 别提他, 大家集中注意力, 小心有埋伏。 处在这样的环境,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都不占。 我还是担心会出事。 事实证明, 我的担心果然是没错的。 整个队伍又前进了不到五百米, 一道破空声, 毫无征兆地, 就传进了我们耳朵里。 下一秒, 乌泽的一名手下, 当场便倒了下去。 我倒! 宋飞反应最快, 大吼一声后, 立刻把象龙扑倒在地。 所有人慌乱地趴倒在地上, 但有人还是忍不住, 抬头想看看是什么情况, 可很快, 一只弩箭就飞了过来, 当场射穿一个人的脑袋。 是机关! 不想死别抬头! 宋飞趴着喊道, 立刻脱了外套, 朝上方晃动了起来。 下一秒, 他那件外套, 直接多了好几个洞。 等弩箭射完之后, 他又甩了几下外套, 箭已经没有母箭再发射过来, 这才一个人先爬了起来。 就在这时, 附近突然响起一个脚步声, 脚步声的主人只有一个, 正朝我们的前方逃走。 跑! 宋飞握紧刀子就冲了出去, 即便身上的伤势还没好完, 他依然如同一只利剑, 瞬间冲出去十几米, 一刀就甩了过去。 伴随着倒地的声音, 宋飞这一刀显然命中了。 我们这才赶从地上爬起来, 很快就见宋飞拖着一具尸体回来。 草!草! 吴泽气得破口大骂, 对着这具尸体, 就是一顿发现。 才刚进山, 他的手下就惨死了两个, 也不怪他这么激动。 等他发泄完, 我们才去检查那具尸体。 我以为这个人是樱花国的人, 但他手腕上的那个纹身, 让我当场傻眼。 又是组织的人。 上次去寿川县, 我和宋飞也被组织的人埋伏了。 看来你们那个兄弟, 叛变得挺彻底的。 苏梅嘲讽道, 我吸了口气, 懒得跟他争执。 这具尸体, 毫无疑问是组织的人,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组织跟腾田千美他们有合作。 腾田千美, 为什么要让徐磊回公司偷玉佩? 对于这帮樱花国的人来说, 玉佩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他们之所以要偷玉佩, 就是因为跟组织有合作。 组织帮他们埋伏我们, 他们则帮组织偷玉佩。 在这件事上, 徐磊有莫大的功劳。 这下好了, 玉佩估计已经落到组织的手上了。 我日他亲娘, 这时向龙他们捡回来好几个发射装置, 向龙研究了一下, 很快就破解了其中的原理。 这是简易版的连弩装置, 只需要一个人控制他们发射。 飞鸽捅死的这个人, 刚才就是在控制这些连弩。 吴泽气地又拿刀去捅了尸体几下。 肯定不止这一个人在埋伏我们。 我与其沉重道, 埋伏我们的是组织的人, 人数可能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多。 我们如果继续聚集在一起, 遇到机关伤亡肯定惨重。 如果我们分开, 一旦被他们包围, 伤亡也会惨重。 继续他们早早做好了埋伏, 肯定各自情况都考虑得很全面。 形势不只是对我们不利, 从我们进山起, 离死亡就已经近一半了。 我只能询问宋飞的意思, 毕竟她是专业的。 分开吧, 但分开的人员配置很重要。 宋飞直接给出答案。 我点点头, 立马做了人员分配。 这回, 我没跟陈雪一组了, 而是跟苏梅一组。 我和苏梅只有在一起, 才是无敌的。 一旦我们分开, 我就只有阴眼。 而苏梅的仰眼等同于失效。 陈雪单独带领吴泽的几个人一组。 向龙和狼舞林几个人一组。 宋飞和吴泽林几个人一组。 其实我们几个人当中, 论单独的综合实力, 陈雪是最强的。 她的蛇足内丹不像我的阴眼, 有使用限制。 一颗蛇足内丹就足以让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横着走。 前提是, 她不遇到圆龙。 但我估计, 圆龙根本不在。 因为她忌惮我和苏梅的眼睛。 这回我主动提出, 要跟苏梅一组。 陈雪也没有生气。 在关键时候, 她还是很讲理的。 做好了分配, 我们立刻分成四个方向散开, 准备见人就杀, 狗儿的徐雷也要杀。 在这种情况下, 苏梅也没心情跟我置气。 毕竟我死了, 她也要死。 我们一路前进, 悬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一个不小心中了敌人的埋伏。 很快一束光亮, 引起了我和苏梅的警惕。 那是手电筒的光亮, 朝这边照过来的一瞬间, 我和苏梅就躲到了一棵树的后面。 我们发出的动静, 还是被那束光亮的主人发现了。 光亮明显抖了一下。 一阵沉默后, 光亮的主人朝我们这边喊话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声音十分熟悉, 上山前我还听到过。 小兄弟, 是不是你们? 是的话你支一声, 别吓我。 一阵沉默, 应该是抢阻的, 也一起试试。